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妈咪 欢迎收听《三毛流浪记》全集 彩图注音版 这本书的原作者是张乐平 三毛流浪记,孤苦伶仃 三毛四处流浪 他见小羊有母羊疼爱 小鸡有母鸡照顾 小狗有母狗喂养 可是自己却孤苦伶仃 他抱起小狗想亲亲他 母狗立刻扑上来 吓得三毛赶紧爬到树上 鸟窝里的大鸟见有人靠近 急忙用翅膀保护小鸟 三毛再也忍不住了 泪水哗哗往下掉 三毛流浪记,渡河求生 三毛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他看见河对岸有个小镇 心想,那里或许可以找到饭吃 于是爬下树走到岸边 挽起裤腿,烫着河水朝对岸走去 还没有走到河中间 河水已没过胸口 三毛挣扎着呼喊救命 正巧有个老渔夫划着小船经过 见有人求救,急忙伸出船桨 让三毛抓住 连拉带拖的把三毛救上了船 回头再一看 嘿,一条鳗鱼也被一起带了上来 三毛流浪记,获得温暖 老渔夫把三毛带上岸 带到自己的小毛屋 拿出干净衣裳,让三毛换上 衣服实在太大了 穿在三毛身上,像剑长袍 老渔夫见三毛可怜 就好心收留了他 三毛和老渔夫相依为命 开始了新生活 一天,老渔夫教三毛怎么撒网捕鱼 三毛使出浑身力气 将网撒出去 谁知脚底一滑 那张开的鱼网飞向小船 把老渔夫给罩住了 三毛自己一下子掉进了水里 一天,捉到了两条大鱼 老渔夫让三毛乖乖等着 他去用鱼换米 可是等他回来 三毛不见了 老渔夫急坏了 赶忙拿起了钞网往水里捞 没想到捞起了三毛 怀里还抱着一条跟他一样大的活鱼 真是意外收获 三毛流浪记 争渡行凶 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 河东河西 同时来了两队大兵 都吵着 要小船 先送他们过河 这两边都不好得罪啊 老渔夫正在犹豫 碰碰两声 两边的大兵一生计 就朝他开枪了 老渔夫重担身亡 可怜的三毛 失去了比亲人还亲的渔夫老爷爷 三毛背着铺盖走在路上 一个有钱人对三毛侧目眼鼻 转眼 天空乌云密布 下起了倾盆大雨 三毛赶紧用草席搭起一个临时雨棚 那个有钱人匆匆跑来 一头钻进三毛的雨棚 三毛心想 刚才还嫌我脏嫌我臭 现在为了避雨 却跟我挨得这么紧 三毛路过一户人家门口 一位大妈正在那里洗被单 她向三毛招手 叫她过来帮忙 三毛用力帮大妈 把洗好的被单搅干 然而干净的被单上 却留下两个黑手印 大妈气不打一处来 一巴掌打得三毛晕头转向 三毛流浪记 想去上海 人人都说上海是个好地方 遍地黄金 正好一辆小汽车经过 三毛鼓起勇气上前拦车 要求司机带她去上海 司机怒气冲冲地下车 撂起一掌 把三毛打倒在地 三毛的头上立刻拢起一个大包 汽车飞驰而去 见得三毛一身污泥 三毛从地上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 咦 那个凶恶的司机和他的老板 干嘛在吃力地推车 原来他们的车坏了 一时修不好 司机露出假惺惺的笑脸 要三毛帮忙推车 三毛想 哼 谁叫你们刚才神气活现 我才不帮你们呢 三毛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上海终于就在眼前了 望见那么多高楼大厦 三毛满心欢喜 心想 马上就会有饭吃了 等他进了市区一看 只见街头一片混乱 墙上劈满了标语 人们在游行示威 警察骑在马上药物扬威 哪里有饭吃 刚进城的三毛 见什么都觉得新奇 他看见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 身宽皮阔 心想 那人肯定是个浑身 都是肌肉的标形大汉 那男人叫三毛帮着拎包 自己边擦汗边脱下西装 三毛一看 咦 怎么刚才那个强壮的大历史 变成了瘦瘦弱弱的豆芽菜 三毛流浪记 也是平的 三毛看见一个女人更加奇怪 她穿的鞋子后跟 怎么凸起那么高 难道她的脚后跟也是凸起的 三毛正纳闷呢 突然 那个女人踩到她儿子 随手扔在地上的香蕉皮 划了一脚 两只高跟鞋也踢飞了 三毛连忙上前 看个究竟 原来 她的脚底 也是平的 三毛整天动荡习光 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呢 她看着饭店的玻璃橱窗里挂着的烤鸭 馋的口水直流 三毛趴在人家店门上 朝里边张望 这时 有人拉开门出来 那扇门装了弹簧 反弹回来 一下子把三毛撞翻在地上 三毛的嘴被撞得鲜血直流 那人好心带着三毛去看医生 出了诊所 路过街边的大饼摊 那人买了两只烧饼给三毛 可是 三毛的嘴巴被封得严严实实 有饼也不能吃 三毛流浪记 舒服的床 三毛想找个妻生之所过夜 弄堂口的过街楼下 已经躺满了流浪者 边上铁床大王的店门口 有一辆平板车停在那里 三毛想 这倒是一张舒服的床啊 他跳进去 很快进入了梦乡 原来这是一辆垃圾车 清晨 清洁工拉着他去倾倒垃圾 他来到垃圾厢边 一铲一铲地把垃圾装到车上 三毛被阵阵恶臭熏醒 从垃圾堆里猛地钻出来 着实把清洁工吓了一大跳 街头有人在贴标语 上面写着 打倒某某 那人刚走不久 又来了一个人 在刚才的标语上 又贴了一张 他们就这样贴来贴去 墙上贴了厚厚的一叠 等他们两人走了 三毛撕下标语 托在地上当褥子 睡在上面 还真舒服 三毛流浪记 威胁之下 路边有人在施舍 残羹圣饭 三毛也想讨点吃 他没有捅 就把饭菜用衣服包住 一边的小乞丐 见三毛是生人 拉着他去见他们的老大 低头舌老大 掀开身上披着的毯子 露出满身的刺青 吓得三毛 扔下饭食 慌忙逃走 三毛饿得支持不住了 见地先跟旁 有一桶用来贴标语的浆糊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来就往嘴里倒 不久就头晕肚子疼 这时 贴标语的人发现 一桶浆糊 都被三毛喝光了 就气势汹汹的 揪着三毛的头发 指着标语说 记住了 夏天要注意饮食未受 三毛看见 有钱人正在训狗 主人把包子抛出去 大黑狗就会跃起 一口接住包子 美餐一顿后 大黑狗摇摇尾巴走开了 三毛实在饿极了 竟然把拴狗的绳子 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请求有钱人 也抛个包子给他 训人表演 这倒新鲜 有钱人一想 来了兴致 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包子 朝三毛抛去 三毛跳起来 伸出双手 接住了包子 大黑狗 见有人跟他争抢食物 追着三毛不放 三毛逃命要紧 只得把手里的包子 丢给大黑狗 三毛流浪记 推车上桥 桥高 坡斗 三毛想帮车夫 推车挣点钱 三毛满头大汉 好不容易把车 推上了桥 他伸手 向车上的库老板要钱 老板不肯给 三毛就抓着车不放手 这时三轮车 飞快地下坡了 三毛整个人 都被拖得飞了起来 三毛一头 塞在地上 头上种起一个大包 车上的阔太太 扔出一张百元纸币 给三毛 要知道 当时的一百元 连半根油条都买不到 三毛的辛苦 只换来这点钱 还差点丢了性命 眼泪止不住 巴达巴达掉下来 一个小女孩 走路不小心 摔倒了 三毛连忙上前搀扶 小女孩摔疼了 哇哇的哭声 引来了她的妈妈 那个阿姨 以为三毛欺污她女儿 不分青红皂白 就对着三毛破口大骂 三毛看着母女俩的背影 愤愤不平 这个世道真是好人难做 三毛流浪记 减价净卖 穷人的生活没法过 只能卖儿卖女 三毛看见 坐在框里的两个将要出卖的孩子 男孩卖五万元 当时五万元只能买几斤米 女孩卖七万元 三毛心想 我要是被人买去 说不定还可以混口饭吃呢 于是在脖子上挂了块纸牌 写着 我卖一万元 左等右等不见买主光顾 三毛气愤地摘下脖子上的牌子 他来到一家玩具店门口 看见橱窗里的洋娃娃 特价也要卖十万元一个 三毛不明白了 为什么洋娃娃反而比人值钱 正想着 一个男孩抱着洋娃娃 跟着妈妈高高兴兴地 从商店走出来 三毛为了生存 只得告地状 跪在路边祈祷 总算还能要到一点钱 这时 旁边又来了一个乞丐 他说 要不到钱 就只能投黄浦江自杀了 善良的三毛 把自己辛苦要来的钱 全部给了他 转眼那人换上长衫礼帽 原来 他是个假乞丐 三毛上当了 三毛流浪记 出乎意料 三毛在自己的纸上 也加上了一句 要自杀的话 一个戴眼镜的老伯 看了半天 叫三毛跟他走 三毛以为遇到了大旧行 可以有饭吃了 谁知 那人把他带到一家药店 买了一瓶滴滴T送给三毛 说吃下去 就会死掉的 三毛看见有人 掉了钱包 大声叫道 你的钱包掉了 可是那人没有听见 只顾朝前走 三毛捡起钱包 正要追上去 正巧施主发现 钱包不见了 回头看见三毛 手里的钱包 认定三毛 就是小偷 那人一把夺夺过钱包 恶狠狠地踹了三毛一脚 三毛口可难忍 但是四处找不到水喝 有个花匠挑着一桶水经过 三毛忙上前跟他淘口水喝 可是花匠一口回绝 三毛一路跟着他来到花圃 眼见着花草油水滋润 自己却一口也喝不上 三毛流浪记 见义勇为 一天 三毛在河边 见一个小男孩 正趴在岸边摘花 危险 三毛还来不及上前阻止 那个小男孩 已跌入水中 三毛纵身一跃 跳进河里 把小男孩救了上来 小男孩的爸爸闻讯赶来 见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 一个劲地向三毛道谢 小男孩的爸爸 见三毛无家可归 便把三毛一同带回了家 爸爸向妈妈 讲了三毛见义勇为 救自己儿子的经过 他们连夸三毛好样的 妈妈拿出一件干净衣服 给三毛换上 三毛穿上一看 咦 怎么屁股都露出来了 原来这是条连身开裆裤 妈妈招待三毛吃饭 三毛好久没有吃过一顿 像样的饭了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他吃了一碗又一碗 竟然把一锅的饭和桌上的菜 吃了个精光 瞧他的肚子撑得圆圆的 衣服的扣子都蹦掉了 三毛流浪迹 意料之外 一天妈妈叫三毛去浇花 三毛提着水壶向花园走去 只见小男孩 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一蹦一跳地跑来 他把花都送给了三毛 等三毛来到花园一看 可傻眼了 花盆里的花全让小男孩摘了 这可怎么向妈妈交代啊 下雨了 爸爸让三毛带上伞 送小男孩去上学 可是伞太小了 遮住了小男孩就遮不住三毛 遮住三毛又遮不住小男孩 三毛想了个办法 让小男孩打着伞 起在自己脖子上 这样两个人都淋不到雨了 不亮三毛脚底一滑 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成了两只落汤鸡 衣服全湿透了 怎么去上学呢 他俩正半愁 这时天空放晴了 三毛见路边有个木桶 便叫小男孩脱掉衣服 钻进桶里 三毛找了一根竹竿 把两人的湿衣服拧干晾好 自己也光着身子钻进木桶 衣服在太阳照射下 很快就干了 三毛流浪记 营业小学 三毛和小男孩穿好衣服 来到一条弄堂里 小男孩对三毛说 我就在这儿上学 他们刚想踏进校门 只见一盆脏水泼了出来 幸好躲避及时 否则又要变成落汤机了 天井是门房兼厕所 楼上晾着的衣服正在滴水 楼梯上坐满了学生在上课 上下通行暂停 校长办公桌上面支起了蜘蛛网 阁楼成了老鼠窝 教室的楼上有人在洗衣服 学生只得打着伞 阁楼是宿舍 晒台当操场 一楼教室外边 还搭起一家裁缝铺 小男孩迟到了 门房大爷对他们大声训斥 托墨星子见了他们一脸 三毛见他滔滔不绝 说个没完 便撑起雨伞挡在前面 大爷连伞带人一把抓起三毛 又是一段臭骂 三毛又被喷得一脸的唾沫 三毛流浪记 难以掩护 同学们都嘲笑三毛 这么大的人还穿开裆裤 三毛觉得很难为情 于是 找来纸和笔 写了 不是开裆裤 几个字 盖住屁股 调皮的同学 拿着扇子 在三毛后面 用力一扇 结果三毛的光屁股又露出来了 课堂上 一个贪玩的学生不好好听课 拿出弹弓 想打墙上的蜘蛛 不料 却射中了老师的脑门 他见闯祸了 赶紧将弹弓扔出门外 三毛不知内情 从地上拾起弹弓 恰好被老师看到 老师生气地揪着三毛的头发 一顿痛骂 小男孩和同学吵架 三毛冲上去帮忙 你敢欺负他 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三毛朝后轮拳 准备出击 没想到 小男孩还站在后面 这一拳 恰好结结实实地打在小男孩脸上 三毛流浪记 滔天换日 三毛给小男孩送午餐 路上被小摊上的泥人吸引住了 随手放下饭盒 挽起转圈圈来 赢得一个小泥人 这时 来了条野狗 叼走了饭盒里的鱼 三毛对着空饭盒叹气 这可怎么办 中午 小男孩打开饭盒一看 咦 妈妈说今天吃鱼 怎么变成泥人了 放学了 小男孩买冰棍吃 给三毛也买了一根 三毛舔了一下 凉凉的 真舒服啊 三毛舍不得吃掉 把冰棍放在饭盒上 看小男孩的冰棍吃完了 三毛直指自己的那根说 我还有呢 可是 拿起一看 咦 怎么只剩一根小木棍了 三毛流浪记得意忘形 三毛想起学校里的小朋友们 嘲笑他穿开当裤 就用针线把开当的地方缝好 以为这下子再也不会露馅了 他得意的叫小男孩过来看看自己的杰作 不料一弯腰 缝的线崩开了 这下可好 不光小屁股露出来 连光溜溜的背肌也露出来了 三毛将一个大木桶套在身上遮羞 爸爸见三毛这服装扮吓了一跳 他拎起桶来一看 哦 原来是这样 便一转身给三毛拿来一条背带裤 有新裤子啦 有新裤子啦 三毛兴奋极了 脚没站稳 连筒带人一起摔倒在地 爸爸走进图书室 见三毛捧着一本厚厚的人生观 认真的在看 小小年纪怎么研究起人生观来了 爸爸感到很奇怪 再走到三毛身后一看 原来书里还藏着本小人书 三毛流浪记 难以下手 讨厌的苍蝇满屋子乱飞 爸爸拿来苍蝇拍 吩咐三毛灭苍蝇 三毛挥动着苍蝇拍 左一拍 右一拍 打死了好几只 一只可恶的苍蝇 竟然不偏不倚地 停在爸爸的头上 到底要不要打 真叫三毛难以下手 爸爸往杯子里倒啤酒 杯子里冒出好多白色的泡沫 三毛想不通了 怎么肥皂水也可以喝吗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 三毛在杯子里加入肥皂末和水 搅出很多泡沫 他尝了一口自制的啤酒 又苦又涩 一下子全吐了出来 三毛下午两点钟进浴室洗澡 爸爸也想洗澡 见浴室门锁着 就在外面等候 谁知左等右等 直到六点还不见门打开 爸爸急了 拿了钥匙开门一看 原来三毛难得享受 躺在浴缸里呼呼睡着了 三毛流浪记 束手无策 三毛跟着妈妈出门买菜 妈妈买了好多菜 篮子都装不下了 妈妈又买了鸡蛋 叫三毛捧在怀里 回家路上 挂在菜栏上的鱼 掉在地上了 妈妈转身叫三毛捡起来 可是三毛 哪来第三只手捡鱼啊 三毛陪小男孩去理发 见理发师盯着自己的脑袋看 三毛急忙用手 捂住自己的三根头发 说不是我要剃头 是他 等他俩走出理发店 小男孩的头发是剪短了 可三毛的头上 却凭空多出许多头发来 三毛把吃剩的鱼骨头 丢给小猫吃 这时小狗过来跟小猫抢 三毛大声呵斥小狗 皆不管用 便起身把小狗赶出门外 回来一看 小猫跳到桌上 正在偷吃自己碗里的鱼 气得三毛的三根头发 都竖了起来 三毛流浪记 障碍重重 星期天快乐大戏院 放电影 儿童伴家 妈妈让小男孩带三毛看电影 他俩可高兴了 飞也式地奔向大戏院 吓得路人直躲让 可是大马路车太多 过不去 眼看时间快到了 俩人心急活了 大戏院就在对面 电影快要放映了 三毛和小男孩等得不耐烦了 从身旁的平板车上拿起枚块 对着小车的司机就想砸 身后一个警察 恶狠狠地盯着他俩 小男孩发现了 吓得急忙对三毛直摆手 好不容易穿过马路 赶快检票入场 今天放映的是苦儿流浪记 讲的是流浪儿苦儿四处漂泊的故事 三毛想到自己以前的遭遇 尽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 三毛流浪记 前车之鉴 一天 小男孩来到书摊租书看 叫三毛回家拿钱去 三毛刚走了几步 只见一个小孩从树上摔下来 昏死过去 手里还拿着本 飞侠里寺 三毛怕小男孩看了坏书 也会走火入魔 赶紧跑回书摊 一把夺过小男孩手里的书 三毛拉起小男孩刚要走 书摊老板一把揪住小男孩 要他付钱 三毛气愤极了 哼 借坏书给人看 还要收钞票 你等着瞧吧 三毛转身就走 不一会儿 飞来一块砖头 砸在老板头上 老板跌倒在地 低头一看 好厉害 大侠三毛四个字 悦然纸上 妈妈叫三毛给小猫洗澡 小猫身上的跳躁 全跳到了三毛身上 三毛浑身起痒难忍 他一把将小猫从澡盆里拎了出来 妈妈过来一看 怎么三毛自己坐在澡盆里洗起来了 三毛流浪记 如子可叫 爸爸教小男孩和三毛练字 三毛一笔一画很认真地写着 小男孩却弄得满脸墨水 爸爸翘起大拇指表扬三毛写得好 抱上灯着某某小学 招考新生的消息 爸爸觉得三毛是块读书的料 就带着小男孩和三毛一起去参加入学考试 背起新书包 三毛终于可以上学念书了 三毛在录取新生的成绩榜上名列第一 刚进校门就被小朋友认出来了 大家围着三毛和小男孩问长问短 三毛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 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一天班里有名的两个导弹鬼拿着饼干和糖果来馋三毛 真好吃你有吗 三毛气不过把他俩叫进教室 从课桌里拿出成绩单给他们看 门门功课一百分 三毛说 这个你们有吗 三毛流浪记真是冤枉 一个导弹鬼抄起桌上的宴台朝三毛扔去 三毛滑倒在地 宴台飞出窗口 正巧砸在校长头上 两个导弹鬼 恶人先告状 一口咬定是三毛干的 校长怒气冲冲 叫他们三人伸出手 三毛因为刚才跌了一跤 手上沾满了墨汁 有口难辨 被学校开除了 三毛和小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见一辆消防车 飞速地朝自己家的方向开去 他们赶紧朝前奔跑 只见家中浓烟滚滚 着火了 消防员将他们拦在门口不让进 一把大火烧毁了家 三毛嚎啕大哭 小男孩和妈妈抱头痛哭 爸爸哭着对三毛说 没法再收留他了 临走时还给了三毛一些钱 三毛拉着小男孩的手紧紧不放 他真舍不得小男孩的一家 三毛又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现在陪伴他的又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三毛流浪记 最后主顾 三毛想当暴童挣钱 好不容易在拥挤的暴馆门口 批到暴纸 其他卖暴人拿到暴纸就跑 等三毛走到大街上一看 人们早已手拿暴纸 再看了 天都黑了 三毛手里的暴纸 一张都没有卖掉 最后只得当废纸 卖给小贩了 第二天 三毛一拿到报纸 撒腿就往人多的地方跑 不一会儿功夫 报纸全卖掉了 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小 三毛美滋滋地坐在路边点钞票 再低头一看 刚才因为跑得太快 鞋子裂开了 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三毛发现不少卖报人都骑自行车 这可比他靠双腿跑要快多了 他租不起自行车 于是赶紧租了一辆儿童滑板车 蹬着小车去卖报 突然一个警察上来拦截 儿童车不准上马路 天黑了 三毛吹头丧气地坐在路灯下 今天的报纸又没有卖掉 三毛流浪记碰了钉子 三毛见有个小姑娘 给别人打扇也能挣钱 便也去买了把扑扇 有个阔老爷过来 三毛忙上前要给他打扇 那人不要 可三毛还是卖力地在他身后扇 阔老爷恼羞成怒 刷着打开一把大折扇 又收拢扇子 朝着三毛的脑袋狠狠地打了一下 阔老爷还要打三毛 不料扬起的扇子 打在身后的关老爷头上 关老爷怒火冲天 举起手杖要打阔老爷 没想到他后面还站着个阳大兵 一闷棍正好敲在阳大兵的头顶上 阳大兵可不好惹 他一脚踹向关老爷 关老爷和阔老爷 只得点头哈腰 一个劲打赔不是 三毛见一个时髦女郎经过 就紧跟在他后面 替他打扇 天太热了 三毛累得满头大汗 他挥手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一不小心汗水溅到了女郎的衣服上 女郎转过身就是一巴掌 三毛被打得眼冒惊心 他气愤地撕烂了手里的蒲扇 三毛流浪记 另谋生路 三毛想另谋生路 他进路边的擦鞋摊生意红火 就到旧货店买来全套擦鞋的架势 工具箱太重了 怎么都搬不动 三毛灵机一动 请求店老板给箱子安上两个轮子 这样他就可以拉着工具箱到处摆摊了 摆好擦鞋摊 三毛瞪大眼睛注意行人脚上的鞋 好不容易过来一个穿皮鞋的 三毛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 猛扑过去抱住那人的腿 先生擦皮鞋吧 包你满意 那人是个长官 三毛拿出标价牌 擦鞋每双一千元 长官看了 十分爽快地掏出钱给了三毛 不料他卷起裤腿 三毛傻眼了 原来他穿着双长筒皮鞋 钱也收了 三毛只得硬着头皮替他擦鞋 皮靴擦得正亮 而三毛的一盒鞋油也用完了 三毛流浪剂调整价格 三毛立刻调整了价格 刚才那长官占了便宜 就介绍他的同伴也来擦鞋 三毛打出三千元的价格 那长官立声则问 刚才明明是一千元 三毛早有准备拿出另一块标价牌 两块牌子上写得很明白 擦普通皮鞋一千元 擦长筒皮靴三千元 三毛慢慢掌握了擦鞋的诀窍 擦得既快又亮 找到擦鞋的人络绎不绝 生意红红火火 每天晚上 他把辛苦挣来的钱都锁在工具箱里 又把工具箱和藤椅捆在自己脚上 这样三毛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三毛到服装店为自己买了件新衣服 他把钱放在衣服口袋里 为宝万无一失 又用针线把口袋缝得严严实实 这样一来 他可放心了 摸摸自己的辛苦钱 三毛甜滋滋地笑了 三毛流浪记 立足无地 这天 三毛又到老地方摆摊 那里居然已经摆了好几个擦鞋摊 一个擦鞋匠对着三毛嚷嚷 走远点 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地盘了 无奈 三毛只好往前挪 无意中 来到警察厅边上 发现警察恶狠狠地盯着他 吓得他转身就逃 三毛找来找去 只得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摆摊子 等了半天 总算来了个客人 还跟三毛讨价还价 三毛心想 总比没有生意强啊 正要坐下 为客人擦鞋 呼吻巡逻的警察来了 三毛慌忙收拾家事准备逃离 可是已经晚了 三毛眼睁睁地看着警察 收缴了他用来维持生计的工具箱和藤椅 忍不住哭起来 你们太欺负人了 三毛流浪记到处碰壁 三毛买了一根油条 甜了甜 真香啊 他只顾着低头品尝 一不留神 冻得一头撞在电线杆上 头上撞起一个大包 可是油条真的太好吃了 三毛又只顾着低头吃起油条来 过马路时不小心被汽车撞翻在地 差点送命 还被司机训斥了一顿 三毛付钱给黄包车夫 想跟他学拉车 车夫一口答应 让三毛先练跟车跑 车夫拉得太快了 三毛追得大汗淋漓 实在吃不消了 索性掉在黄包车后面 跟着车夫实习了一段时间 三毛还没有真正拉过车 这天来了个大胖子客人 三毛要求车夫让他试试 客人实在太重了 三毛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抬起车把 车像翘翘板一样 向后倒去 三毛整个人被挂在车把上 客人差点摔个四脚朝天 三毛流浪记 钱被偷了 拉车的活儿 三毛只好不干了 还好身边有一点积蓄 一时不会饿肚子 哟 那边挤得里三层外三层 在看咋傻 三毛很好奇 也挤进人堆里凑热闹 等他再钻出人群 顿时发现 上衣口袋已经被划破 钱都被人偷走了 三毛肚子实在太饿了 他捡来一根草绳 把自己的腰紧紧扎住 这时 过来一个大富贫贫的有钱人 三毛避让不及 被撞倒在地 三毛拿起草绳比划着 这根绳子在自己身上 可以绕两圈 可是连那个胖子的半个腰身 都围不住 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一个老先生举着放大镜 在街头抱栏上月报 见地上还有一叠报纸 便弯腰看起来 报上说 穷人遇寒有了好消息 大批救济衣被送抵上海 老先生拿起一张报纸 吓了一跳 只见三毛嘟嘟缩缩地 探出脑袋 三毛流浪记 被窝着火 老先生没趣地走开了 三毛盖好报纸 继续蒙头大睡 一堆男女说说笑笑地走来 那个男的不经意将手中燃着的烟头一扔 正好落在报纸堆上 烧着了三毛的被子 三毛一下子跳了起来 瞪大了眼睛 攥紧拳头 气氛到了极点 三毛贴着铁皮筒 向送包饭的人要残羹剩饭吃 可是饭筒已空空如也 三毛捡起小孩掉在地上的饼干 小孩的爸爸见了 抬腿就是一脚 三毛一头撞在电线杆上 电线杆上赫然贴着标语 儿童节是儿童的 什么骗人的儿童节 三毛愤怒地撕下标语 三毛路过一家印刷店 见贴着一张招书学徒的告示 三毛向地内张望许久 走进店去 老板见三毛又瘦又小 有点犹豫 三毛忙说 别看我个小 我什么都能干 老板这才留下了他 只见一个童工 背着孩子正在干活 脸上沾满了油墨 三毛流浪记 分派工作 老板把三毛顶到老板娘跟前 要他听老板娘的吩咐 老板娘一刻也不让三毛闲着 立即给他分派工作 生火做饭 看孩子 洗衣服 扫地 倒谈鱼 三毛心想 这里好歹有吃有住 总比流浪 饿肚子强 老板娘让三毛把炉子点起来 三毛点燃柴火 可是炉火不旺 三毛急了 拿起竹筒 对着炉子吹 火不仅没有吹旺 还弄得满屋子 都是又浓又黑的烟雾 呛得老板娘直咳嗽 她气得 抡起锅铲 就打三毛 开饭了 桌上有鱼有肉 馋得三毛口水直流 三毛只是个新来的小学徒 没有资格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只能在一旁伺候着 等大伙九族饭饱离开饭桌 轮到三毛吃时 饭桶里只剩下一些饭锅吧 直至菜完 也都空了 三毛流浪记 不得安睡 师兄告诉三毛 晚上睡在楼梯底下的一个空档里 可是 只要有人上下楼梯 灰尘就像雪花一样落下 半夜里一只硕大的老鼠从被窝里窜了出来 吓了三毛一跳 它掀开稻草一看 下面还有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呢 三毛一晚不得安睡 三毛自己还是个孩子 却要照看老板家的两个小孩 怀里抱着小的 手里还要牵着大的 大的不小心绊倒了 哇哇大哭 三毛赶紧放下小的 去扶大的 不料 弯腰时 屁股一撅 又不小心碰到了小的 两个孩子 一起大哭 老板娘跑过来 对三毛一顿臭骂 老板娘拿来一堆脏衣服 叫三毛去洗 三毛怕洗不干净又要挨骂 就使劲擦肥皂 又搓又揉 弄得满满一盆肥皂泡 老板娘过来一看 刚才一大块肥皂 现在只剩下一小块了 气得开口就骂 三毛流浪记 故东失西 三毛蹲在地上鲨鱼 来了一只母鸡捉走了青菜 三毛放下手里的鱼 去追母鸡 夺回青菜 回来一看 鱼呢 怎么鱼不见了 一定是刚才 那只馋猫把鱼叼走了 三毛一路找到厨房 只见那只猫 正趴在桌子上吃鱼呢 三毛气坏了 拿起板刷向猫头去 谁知猫没打中 却把桌子上的毯子 酒瓶砸得粉碎 老板娘闻声赶来 看到眼前的一切 拿起桌上的板刷 就往三毛头上扔去 老板交给三毛一罗书 让他从上海的西南角 送到东北角 书太重了 三毛刚出门 就已满头大汗 他带着这罗书 走啊走 走啊走 大汗淋漓 两只脚都肿了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三毛流浪记 空的饭桶 好不容易送完货 回到店里 老板指着墙上的钟 则问三毛怎么去了大半天 三毛直指自己 红肿了脚 说自己一刻 也没耽搁 老板才不管这些 扭头便走 三毛跑了大半天 还没吃饭呢 等他走到饭桌旁 师兄已经收拾好碗筷 只留了个空的饭桶 老板叫三毛替他点烟 三毛恭恭敬敬地 把火点上 随手将燃着的火柴 往地上一扔 老板勃然大怒 指着后面火煮小心的字条 大声斥责三毛 不料 正是老板手里的香烟 点着了这张字条 三毛见师兄睡着了 枕边放着本光明世界 三毛早就想看这本书了 于是就坐在楼梯上 看了起来 老板下楼发现了 怒斥三毛浪费他家的电 啪的一声 把电灯关了 顿时一片漆黑 三毛流浪记 哪有光明 三毛跑到屋外 借着昏暗的路灯 继续看书 忽然听见一声 不许动 把钱交出来 三毛吃惊地抬头一看 只见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持枪的强盗 正在抢劫 三毛想 什么光明世界 哪有什么光明 他气愤地将 光明世界的封面撕了 师兄见三毛撕坏了他的书 气得对准三毛的下巴 就是一拳 打着三毛撞倒在墙壁上 墙上隔板上的油墨盒 一阵动 掉在三毛头上 三毛的头上身上 都沾满了油墨 三毛只好到水龙头下冲洗 脏衣服也脱下来洗了亮好 三毛可就只有这么一件衣服啊 他光着膀子直哆嗦 一心盼着失衣服快点干 三毛流浪记 性急不得 衣服怎么还不干啊 三毛动得实在不行了 他取下衣服 拿到烧水的炉子旁 想用火把衣服快点烤干 衣不留神 火苗窜到衣服上 三毛赶紧灭火 结果衣服还是被削了个洞 三毛穿着破衣服 走在街上 一阵寒风袭来 不禁打起哆嗦 风直往衣服的破洞里钻 得赶快回去想个办法 三毛找来报纸 剪下一张纸片 涂上浆糊贴在洞上 这回再也不怕风吹了 老板的大儿子要三毛背 三毛蹲下身子 让他趴上来 可是小孩看见三毛背后 贴着的纸片 觉得好玩 伸手去掏 一下子把纸给捅破了 三毛伤心地哭起来 老板娘这次发了善心 给三毛拿来旧布和针线 让他自己补去 三毛流浪记 摆臭架子 老板叫三毛替他弃茶 三毛个小 踮起脚尖 还是够不到桌上的杯子 老板叫三毛 站在凳子上倒水 倒完水 还要他擦干净凳子 老板悠然自得地抽着烟 品着茶 摆足了臭架子 老板吩咐三毛去打酒 天寒地冻 三毛还是一身短衫短裤 冻得他浑身发抖 路边梧桐树 都被包上了郁寒的稻草 可叹三毛连树木都不如啊 三毛嘟嘟缩缩地打了酒回来 手都冻得麻木了 还没将酒瓶递到老板手里 一个不稳 酒瓶跌落在地 瓶子摔碎 酒撒了一地 老板顿时火猫三丈 一脚把三毛踹得老远 三毛流浪记 还有好人 三毛向师兄诉苦 天都那么冷了 自己还穿着一身单衣 怎么过冬啊 师兄可怜三毛 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毛背心 给三毛穿上 三毛感动得流下眼泪 原来这个世上还有好人 师兄又给三毛拿了一条泼裤子 三毛想了想 有了 可以剪下两条裤腿 拼在短裤上 这样就可以穿了 说干就干 不一会儿功夫 三毛穿上了自己改造的长裤 还挺合身呢 三毛刚想喘口气 那头老板娘又在 三毛三毛 大声叫他了 三毛急匆匆跑去 新裤子被楼梯边突出的钉子挂了一下 裤腿接头的地方就开线了 老板娘丢给三毛一件新年袄 叫他给他的胖小子穿上 三毛流浪记 睡不安宁 晚上三毛做了个梦 他打开一个礼盒 里面竟是一件球皮大衣 突然 大衣变成一头凶猛的老虎 呲牙咧嘴地扑向三毛 三毛从梦中惊醒 一看 原来是老板家的猫 正趴在自己身上 三毛杀鸡 一刀下去 鸡是死了 可是自己的手指也割破了 三毛还在忍着痛痛 双手浸在刺骨的冷水里 把鸡洗干净 老板的胖小子戴着手套 抱着热水袋在边上瞧 鸡烧好了 三毛只能闻着香味 给老板送去 看看自己割破的手指 无奈地走开了 三毛天天干杂活 一天 好不容易得了个空 他见师兄正在印刷 便要师兄教教他 三毛刚开始学印刷 手脚不协调 一不小心 手被印刷机压住了 三毛流浪记 力不从心 每印一千张 就可以得到一千元 三毛想赚点钱 于是拼命地印啊印啊 累得满头大汗 两只手又红又肿 可离一千张还差得远呢 三毛正在忙活 给老板发现了 他气急败坏地对三毛说 谁允许你碰印刷机的 给我滚远点 老板叫三毛马上去磨石板 石板可真硬 三毛不敢偷懒 累得头上直冒汗 老板又让三毛去送货 走到半路上 三毛看见商店柜台上 有个小木匣子 从里面传出声音 我们要爱护儿童 三毛从未见过收音机 感到很奇怪 难道有个人钻在里面 三毛好奇地凑上去 想看个究竟 三毛流浪记 历遭打击 三毛专注地朝着收音机里面瞅 连掌柜的骂他赶他 都没有听见 掌柜的见三毛还不走 一巴掌把三毛打翻在地 眼见货物散落一地 回家又要挨老板打骂 三毛伤心地落下眼泪 货物弄脏了 没法再交给客户 三毛只好捧回去 还给老板 老板勃然大怒 这点小事也办不好 快给我滚吧 他一脚把三毛踢出门外 重又贴出招书学徒的告示 三毛又失业了 寒风凌冽 三毛流浪在街头 一个贵夫人穿着球皮大衣经过 手里牵着两条狗 狗身上套着毛衣 可是三毛仍然一身单衣 冷得瑟瑟发抖 穷人真是连狗都不如啊 三毛流浪记 一窗之隔 富人家里正在大摆宴席 山珍海味 酒足饭饱 三毛站在一窗之隔的外面墙角 饥寒较破 无家可归 圣诞节到了 圣诞老人在街头分发礼物 他送玩具坦克和小喇叭给三毛 三毛哪有心思玩这个 他只想要块面包 三毛走在马路上 一辆小汽车 红冲直撞开过来 把三毛撞倒在地 三毛头上被撞起一个大包 鲜血直流 车上的酷老见撞到了人 不屑一顾 扔出一叠钞票 就要走人 三毛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拦住汽车 要讨个说法 这时过来一个警察 见到散落在地上的钱 马上一把拎起三毛 让汽车开走了 警察抢着捡钱 捡完就恬不知耻地走了 他才不管三毛的死活呢 三毛流浪记 时惊不昧 一天 有位老先生 蹲着系鞋带 一包东西 从口袋里掉了出来 三毛路过 捡起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叠钞票 是那位教授 一个月的薪水 三毛赶忙 飞奔着去追 好不容易追上了 老教授 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等到三毛 把钱包交给他 他才恍然大悟 老教授十分感动 取出几张钞票 答谢三毛 三毛蜿蜒谢绝 看着三毛 蜷缩着身子远去 老教授 来到卖旧衣服的摊子 买下一身旧衣服 送给三毛 穿上毛衣 厚裤子 三毛感觉暖和多了 他看见路边 有个小孩 赤裸的上身 冷得直发抖 便慷慨地脱下毛背形 送给他 身穿毛皮大衣的 有钱人经过 嫌三毛他们挡到 恶狠狠地用手杖 把他们推到一边 三毛流浪迹 灵机一动 三毛想弄双鞋船 可是 路边卖旧鞋的地摊上 没有适合的 一个石黄小孩 与三毛 踏肩而过 三毛回头 见他的箩筐里 正好有两只鞋子 拿出来一看 可惜是双高跟鞋 石黄小孩 灵机一动 把高跟鞋的后跟 铲掉 三毛穿上走走 还真合脚 立刻付钱买下 三毛没走多远 在路边 又见到一个 衣不避体的小孩 冷得直打执 三毛脱下自己的衬衣 送给他 可是 还有那么多流浪街头的穷苦人 吃不饱 穿不暖 有的已经被冻死了 三毛蒙起眼睛 再也看不下去了 屋里屋外 两个世界 屋里头 有钱人家 开着气 小孩吃着冰激凌 头上还躺着汗 屋外边 三毛和流浪儿们 动得瑟瑟发抖 无处必寒 三毛他们 真羡慕屋子里面的世界 三毛流浪记 烟地着火 有个小孩 在捡地上的烟地 三毛觉得好奇 小孩告诉他 收紧烟地 可以换钱 于是 三毛把纸 卷成一个桶 也捡了起来 他把还没有 吸灭的烟地 扔进纸桶里 纸桶着火了 差点烧着了手 看见有人抽烟 三毛为了一个烟地 就一路跟着人家 气喘吁吁地 跟了大半天 谁知人家随手一扔 烟地掉进了下水道 三毛白白 跑了一大段冤枉路 一位老人 走路不小心 摔了一跤 一旁的锅路人 不但不伸手扶持 还笑话他 三毛见了 连忙上前 掺起老人 回头 对那些袖手旁观的人 不懈地 吐吐舌头 心里暗骂 真是没良心的东西 三毛流浪记 全部给你 三毛扶着老人 在路边做好 掏出仅有的一个烧饼 分给老人一半 三毛才咬了一口 见老人 已经把半个烧饼 吃下去了 他想 老爷爷一定是饿坏了 并把自己的一半 也给了他 三毛把烧饼全给了老爷爷 自己却饿着肚子 看看大饼摊上香烹烹的烧饼 缠得口水直流 可是囊中空空 三毛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 这一切都被一个壮汉看在眼里 他掏钱买了一个烧饼 递给三毛 壮汉告诉三毛 只要跟着他就有饭吃 能有饭吃 那太好了 三毛立刻跟着壮汉走了 走进壮汉家里 三毛这才明白 原来他是个卖艺人 三毛见海帮上一个小孩两手撑地 向后弯着腰 壮汉一脚踩在小孩的肚子上 三毛见了 吓得瑟瑟发抖 三毛流浪记 魔掌难逃 三毛得知壮汉是要他练功卖艺 拔腿就逃 可是刚跑到门口 壮汉赶来一把抓住三毛的细脖子 把他拽了回来 三毛只待拜壮汉为师 跟着他练杂耍 头一天练习弯腰 师傅握着三毛的细腰 要他往后弯 三毛的骨头都快要折断了 可是师傅还在不断用力 疼得三毛眼泪都流出来了 一弯腰 正好望见海报上的小孩 三毛心想 难道我的命运要跟他一样吗 晚上睡觉 师傅也不让三毛闲着 叫他仰卧在骨上 继续练弯腰 三毛的后腰各得难受 这个样子怎么睡觉啊 等师傅离开后 三毛翻个身 趴在骨上呼呼打睡 三毛流浪记 师傅发现 半夜里 师傅过来检查 见三毛俯卧着睡得正香 脸怒火中烧 抬起腿 一脚把骨踢得满地滚 三毛从骨上滚落下来 一头栽在地上 摔得眼冒惊心 师傅拿来小板凳 和一杯水 要三毛练喝水 三毛心想 这还用得着练吗 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拿起地上的玻璃杯 要喝水 师傅忙阻止 说不是这样喝法 人要站在板凳上 向后弯下腰 去雕放在地上的杯子 三毛听了 大吃一惊 师傅给三毛拿来三只鸡蛋 叫他抛鸡蛋 见师傅扔得熟练 轮到三毛扔了 由于是初学 三毛不得要领 将三只鸡蛋一起向上扔 结果全部砸在自己的脑袋上 鸡蛋被砸得粉碎 三毛自然又逃不过一顿鞭打 三毛流浪记 真吃不消 吃饭了 师傅端来一盘烙饼 和一盘大蒜头 三毛的肚子早已饿得 咕咕嚼 学着师傅的样 把大蒜头卷在烙饼里 迫不及待地 咬了一大口 三毛在南方长大 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顿时贝拉的头昏脑胀 满脸通红 额头不断冒汗 吃完饭 师傅要三毛练习腿功 三毛刚抬起左腿 还没伸直 右腿已经支持不住了 这怎么行 来 师傅教你 师傅二话不说 硬是把三毛的腿扳直了 疼得三毛头发都抖起来了 最后师傅让三毛 把腿架在长凳上 还不许动它 三毛降不过师傅 只好直挺挺地站着练腿功 这时一只小猫跑过来 东蹭蹭西蹭蹭 见三毛笔直地站着 竟然靠在三毛腿上蹭痒 脚得三毛没法好好练功 三毛流浪记 魂不附体 一天 师傅拿来一块门板 招呼三毛过来 在门板前站直 只见师傅取出匕首 要练飞刀 三毛吓得魂不附体 师傅手里的匕首 还没扔出来 他早已经双腿发软 瘫坐在地上了 师傅硬把三毛拉起来 飞出两把刀 后来更悬了 师傅竟然蒙起了双眼 要练盲人飞刀 飞刀可不长眼啊 三毛集中生智 溜到门板后面 躲了起来 送送 师傅扔完手里的匕首 拿下蒙眼布一看 咦 三毛呢 三毛怎么不见了 师傅又拿了一个 很大的瘟 让三毛钻进去 瘟口那么小 三毛的脑袋又大 怎么钻都钻不进去 师傅在一旁抽着汗烟 黑黑的笑着 其中自有奥妙 弄得三毛一头雾水 三毛流浪迹 躺身破瘟 师傅抓住瘟口 轻轻朝上一提 那只瘟便分成两截了 师傅让三毛 站在瘟的下半截里 三毛把上半截破瘟 顶在头上 两只脚都露在外边 师傅用力把瘟往下一摁 总算把三毛藏在了破瘟里 只露出三根头发在外面 这天是儿童节 三毛跟随师傅 在街头卖艺 他的手脚被捆在一起 像一个皮球似的 被师傅一手托举着 供人取乐 四周沾满了打扮的 漂漂亮亮的孩子 手里拿着零食玩具 同样是儿童 三毛却被当成赚钱的工具 任人摆布 受尽折磨 师傅告诉三毛 便硬工要竖紧腰带 便说便要三毛脱掉身上的衣服 换上长凳上放着的裤子 师傅拿腰带把三毛和自己的腰 都紧紧地扎了起来 三毛流浪剂 举步起来 师傅搬来一块厚重的石板 放在自己的腹部 叫三毛举起一旁的铁锤 用力砸石板 三毛使出浑身力气 去搬铁锤 可铁锤仍然纹丝不动 师傅等不及了 在一旁催促 三毛再一使劲 不料失去平衡 反而双脚离地 翘了起来 师傅拿出一把宝剑 直往嘴里送 把宝剑吞到嘴里 不是在找死啊 三毛害怕地蒙起眼睛 从手指缝里偷偷地 看着师傅表演 师傅把健身都吞下去了 好像一点事都没有 等师傅从嘴里拿出宝剑 三毛总算明白了 原来健身可以自由伸缩 不会伤人 师傅好大的力气啊 这么重的石板 竟然耍得如此灵活自如 三毛在一边看得惊呆了 等师傅走开了 三毛也去试了试 奇怪 石蛋怎么那么轻 三毛一下子举起石蛋 谁知用力过猛 石蛋被甩到身后 摔碎了 三毛回头一看 原来石蛋是空心的 三毛流浪技 价格十足 除了练功卖艺 三毛还在伺候师傅 搬凳子 点烟 端茶 垂腿 全是三毛的活 师傅舒服地躺在主椅上 架子还真大 师傅要三毛练习 嘴雕筷子顶碗 这个绝技三毛还没有学会 此晚就掉到地上 摔得粉碎 师傅一顿鞭打 又一脚把三毛踢到阳台上 三毛见隔壁人家一位母亲 正唱了歌 哄自家的孩子入睡 不仅潸然泪下 三毛看着人家的孩子 在妈妈的怀抱里 渐渐入睡 心里越响越伤心 哭着哭着 也不知不觉睡着了 梦里 他看见自己的妈妈 向他伸出了双臂 三毛流浪记 梦中温暖 三毛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 妈妈紧紧抱住三毛 三毛撂起衣服 让妈妈看自己满身的伤痕 母子俩抱头痛哭 泪水自得伤口松疼 三毛痛醒了 睁眼一看 原来是一场梦 下雨了 屋顶漏雨 吃雨水滴在身上 妈妈 你在哪里啊 家里的梅桶空了 三毛又得跟随师父 出外挣钱 小小年纪 肩上扛着沉重的兵器 一路马不停蹄 真把三毛喂得够呛 总算找到块空地 他们放下架势 敲锣打鼓 卖艺讨生活 三毛在众人面前 表演吞宝剑的绝活 他煞有介事地挥舞着宝剑 正要收回宝剑 往嘴里送 不料用力过猛 健身提早缩回去了 哎呀 露馅了 三毛顿时傻眼了 大伙哈哈大笑 喝起倒彩 三毛流浪记 应出难题 刚上场表演就出丑 三毛觉得 太没面子了 口口声声说 自己有真本事 这时 旁边一个看客起动 他拿起一把大刀 叫三毛有本事 就把这把刀拖下去 要动真格的 这可怎么办 可不能让他们看扁了 三毛灵机一动 拿起大刀 耍了起来 一口气表演了好些 高难度的动作 吸引了好多人围观欣赏 可等他演完了 拖着盘子 向大伙要钱的时候 周围的人却一轰而散 三毛白白忙活了半天 一分钱也没有要到 这回师父亲自出马 挥刀无剑 三毛在一旁击鼓助威 人们又很快聚拢来 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三毛实在太迈劲了 一阵猛敲 把鼓都打破了 三毛流浪记 气愤极了 师父又拿出看家本领 表演硬气功 他挪起三块砖头 放在头上 三毛一锤砸下去 师父的脑袋安然无恙 大伙连声称好 可等三毛上前讨赏时 人们又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总算还有人留下一张小钞票 师父气愤极了 拿起长毛一折两段 看来这行也干不下去了 师父叫三毛穿好衣服 收拾起道具 来到当铺 把全部驾驶都典当了 得了钱 师父买了两只烧饼给三毛 关照他 好自为之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三毛和师父分手后 又过起了流浪街头的生活 一天他走到一个垃圾箱边 见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按在地上打 爱打抱不平的三毛立即上去 把打人的那个拉开 他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边 比比两人的个头 拔着拳头对准那个七小的大孩子 就是一拳 三毛流浪记意外发现 三毛帮助小男孩 背起螺筐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了 路过一个垃圾箱 看见地上放着一个布包 两人猜想 里面一定藏着什么好东西 三毛打开包袱 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 瘦得皮包骨头 婴儿哇哇啼哭 三毛不忍心抛下他 于是抱起孩子 想把孩子送人 可是人家看到孩子直躲 都不肯收留 想把他送去托儿所 又遭到警察驱赶 三毛他们自己养活自己都有问题 最后只好把孩子 放到一家食品店的奶粉橱窗前 三毛穿上毛衣 没走几步就热得满头大汗 赶紧脱了毛衣 赤裸的上身 一阵风吹来 又冷得直哆嗦 这可怎么办 这时正好一个卖旧衣服的老婆 挑着担子经过 捡三毛的毛衣 还有几分心 便从箩筐里 拿出一件短卦 要贴钱 换三毛的毛衣 三毛正求之不得呢 穿上衣服 拿了钱 他高兴极了 三毛带小男孩来到枪饼摊 买了两块枪饼 两人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饱了 他们摸着圆滚滚的肚皮 哈哈大笑 小男孩领着三毛去见妈妈 小男孩轻手轻脚地 来到正在做针线活的妈妈背后 一把蒙住了妈妈的眼睛 妈妈转身抱住小男孩 小男孩告诉妈妈 三毛怎么帮他 妈妈从篮子里 拿出两只大饼给他俩 他俩指着圆圆的肚子说 我们已经吃饱了 三毛流浪记 坐车回家 小男孩的爸爸是个三轮车夫 没过多久 爸爸也来了 小男孩忙上前迎接 向爸爸介绍了三毛的情况 并说想把三毛带回家住 爸爸妈妈一口答应 热情照顾三毛 小男孩硬把腼腆的三毛 拉上三轮车 三毛想到有善良的人肯收留他 可高兴了 三毛来到小男孩一家所住的棚户区 进了家门 小男孩带三毛见了他的姐姐弟弟 三毛又有家了 他兴奋地抱起小花猫 看着母鸡带着小鸡吃米 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 小男孩拿出一只盒子 三毛打开盖子 从里面蹦出一只青蛙 吓了三毛一大跳 三毛流浪记 夜深人静 夜深了 贫苦的一家人挤在一间简陋的棚屋里睡觉 爸爸妈妈睡在下骨 姐姐和小男孩睡在上骨 弟弟睡在篮子里 掉在半空中 三毛躺在三轮车里 安然入睡 一大清早 爸爸推着三轮车 出车去了 妈妈到路边摆针线摊 小男孩和三毛 背起麻袋到铁道边去捡煤渣 小男孩告诉三毛 要捡出没有烧透的煤炭 三毛越捡越起劲 后来干脆跳进坑里 弄得满脸煤灰 像个小黑人 回家路上 小男孩跟在三毛后面 发现一路上都是煤炭 于是边走边捡 快到家了 三毛才发现 自己的麻袋漏了 只剩下几块煤炭 原来 小男孩沿路捡的煤炭 全是三毛掉的 三毛流浪剂 越洗越脏 捡完煤渣回来 两人赶紧打来水 把身子洗干净 三毛的衣服脏了 也得洗 姐姐递给三毛一块肥皂 让他到附近的河里洗衣服 三毛洗啊洗 没想到河里的水更脏 衣服越洗越黑 三毛和小男孩出外捡铺烂 撸遇一个好心的大叔 送来一堆罐头礼盒 并叫三毛他们 拿着这些食品拍照 照完相 大叔突然露出凶相 一把夺过三毛和小男孩 手中的食品 赶他们走 三毛和小男孩的照片 被贴在救济社的门口 原来是救济社的社长 要为自己歌功颂德 把三毛他们找来做假证 三毛和小男孩气愤极了 拿出笔 把照片上的三毛和小男孩 都改成社长的样子 还画了一只手 又写上 都是他 三个字 指向社长的照片 三毛流浪记 招架不住 三毛把竹椅板凳 拼起来当床睡 可是地上的臭虫爬上来 咬得三毛滚身搔痒 无法入睡 于是 他往枣盆里倒满水 在里面放个板凳 蹲在板凳上 继续睡 这下 地上爬的虫子 是没法接近了 可是 可是又引来了一群蚊子 真让三毛招架不住 三毛和小男孩去捡柴火 见河里有一根木头 三毛用竹竿撂来撂去 撂不到 小男孩说 算了 走吧 两人走到桥上 三毛看着水里的木柴 还是不甘心 突然 纵身跳入水中 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 站在桥边 看热闹 三毛抱着木块 不慌不忙地 游向岸边 妈妈给三毛一个铁桶 叫他去打水 那么长的队伍 要排到猴年马月啊 三毛只能排在后面等着 天都黑了 总算轮到三毛了 可是 这时的水龙头 只会流几滴水了 三毛流浪记 赶快捞起 三毛看着自己那件 又脏又破的衣服 一堵气扔了 他光着膀子 走到路口 看见墙上 贴着禁止赤膊的标语 他怕挨乏 立刻转身跑回去 从一滩污水里 捞起失灵灵的衣服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往身上一套 三毛的衣服 又脏又臭 坡路人都捏着鼻子 远远地躲开 一个有钱人 拿着手张 轻蔑地把三毛赶开 三毛一气之下 脱下衣服 朝那个有钱人身上扔去 衣服扔了 三毛想起赤膊要受罚 这可怎么办呢 正乔路边 有一辆装满了木炭的车子 三毛拿起一块黑炭 在身上画了件黑色的衣服 三毛大摇大摆地 走在马路上 可把警察搞糊涂了 这到底算穿了衣服 还是没穿啊 三毛流浪记 穿上背心 三毛回到家里 身上的这副打扮 让小男孩和他妈妈 大小不止 三毛说 没办法 因为不许赤膊 妈妈拿出一件旧背心给三毛 三毛很高兴 马上洗掉一身的黑炭 换上干净的背心 妈妈叫三毛买米去 三毛拿着钱和米袋 来到米店一看 梁价涨呢 一生米 要卖三十万元 可手里只有二十万元 赶快回家为妈妈要钱 等他拿了三十万元 一路小跑赶到米店 发现米价又涨了 已经从三十万元 涨到四十万元了 钱不够 只买了半生多的米 三毛泱泱不乐地往家走 一粒大米 从米袋里掉出来 三毛趴在地上 满地找 过路人还以为 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是大伙一块儿 弯着腰找 找到了 找到了 三毛高兴地嚷着 大伙凑近一看 原来只是一粒大米 三毛流浪记 竖紧肚皮 家里粮食不够 爸爸想了个办法 给美人一根绳子 吃饭前 先用绳子 勒紧肚皮 这样就可以少吃点了 三毛和小男孩 经过一家饭店 透过玻璃 只见一个有钱的胖子 吃得肚皮鼓鼓的 正在松皮带呢 三毛一手指着胖子 一手指着自己 被竖紧的肚皮 对小男孩说 看看我们 真是不能比 穷人们没有饭吃 排成长队 跟在大老板身后 乞讨 米商们 为了抬高米架 把大包大包的米 运进仓库 囤积起来 扛着米袋的搬运工 也排起了长队 两个行列 对比强烈 三毛流浪记 恶极生智 三毛恨透了奸商 看着一袋袋米 都被送进汤库里 三毛灵机一动 叫小男孩 拿来小刀和袋子 他悄悄地 在人家背着的米袋上 划了个口子 里面的米就 哗哗地掉了出来 小男孩拿着袋子 在后面接着 扛米的人正奇怪 这两个小孩 跟着他干嘛 后面一个扛米的人 发现了他俩的行为 一巴掌 把小男孩打翻在地 三毛扶起小男孩 眼巴巴地 看着自己的米袋 被人家夺走 小男孩实在饿极了 闻着刚出炉的大饼香味 再也忍不住了 上前抓起一个大饼 咬在嘴里就逃 还没跑出几步 就被大饼摊老板 一把揪了回来 老板要把小男孩 交给警察 三毛挺身而出 承认是他偷了大饼 三毛流浪记 进了监狱 警察二话不说 就把三毛 关进监狱 一进牢房 三毛看见一个犯人 脚带镣铐 心想 一定是个 面目猙獰的怪兽 吓得蒙起了眼睛 再偷偷 从手指凤箭望去 哪是什么怪兽 原来是个和善的叔叔 叔叔招呼三毛 在他身边坐下 这时 牢房的门开了 一个长了一头 赖窗的小孩 被扔了进来 他一头撞在 三毛的头上 两人的额头 顿时都拢起了大包 开饭了 虽然饭都是 生虫发明的米做的 可三毛 还是狼吞虎咽 吃得很香 叔叔见三毛 饿得慌 就把自己碗里的饭 分给三毛 小赖吃完自己碗里的 见三毛碗里还有 把手伸到三毛碗里 抓起饭 就往嘴里栽 三毛流浪记 满地臭宠 半夜里 三毛觉得起痒难忍 从睡梦中惊醒 一看 自己腿上 被虫子咬得全是疙瘩 他掀开草席 他去地上 爬满了臭虫 三毛见有蚊子 在钉小赖的腿 一巴掌 打死了蚊子 小赖被拍醒了 顿时火猫三丈 会由芬说 抬起手 给了三毛一个耳光 三毛也毫不示弱 一拳把小赖打倒在地 我替你打死蚊子 你还要打我 这时 叔叔被他俩吵醒了 忙叫三毛住手 三毛去上厕所 老远就闻到阵阵恶臭 只见成群的苍蝇 围着变筒 三毛挥手赶跑 一大片苍蝇 可是 哪里赶得光 旁边的墙上 竟然还贴着 注意卫生的标语 如此肮脏 还谈得上什么注意卫生 三毛流浪记 并不光荣 小赖得意地 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 小赖第六子 到此一游 三毛在旁边 加了大大的地狱两子 对小赖坐着鬼脸说 这里是人间地狱 来这里六次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一日 小赖顺手 脱了玉井口袋里的钢笔 玉井发觉钢笔不见了 小赖 他被查出来 就栽赃给三毛 玉井从三毛身上 搜出钢笔 三毛有口难辨 这时 叔叔为三毛作证 澄清了事实 结果小赖被拖出去 痛打了一顿 小赖被打得头破血流 叔叔和三毛 都很同情可怜他 三毛为他包扎好伤口 小赖感动地 留下热泪 说 我以后再也不使坏了 三毛流浪记 高声大笑 叔叔在地上 写下光明世界 四个大字 三毛和小赖 听叔叔讲道 在光明世界里 老百姓 人人有饭吃 有衣服穿 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兴奋地 拍手欢笑起来 小生惊动了玉井 玉井大声警告他们 不许喧闹 叔叔赶忙擦掉 地上的字 三毛想着白天叔叔说过的话 进入了梦乡 他梦见一道阳光 从牢房的窗口里射进来 叔叔挣脱枷锁 带着他和小赖 朝着光明飞去 叔叔一手拉着三毛 一手掺着小赖 飞啊飞 终于来到了光明世界 他们高高兴兴地 向儿童乐园走去 三毛流浪记 十分快乐 乐园的老师 出来迎接三毛和小赖 把他俩带进屋里 三毛和小赖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衣服 手拉手走在大道上 脸上露出了 幸福的笑容 领到了课本 三毛开心地 咧开嘴笑了 又可以进学校念书了 饭厅里 三毛小赖和大家一起 大口大口地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 操场上 小朋友们尽情地 嬉闹玩耍 三毛和小赖 比赛跳木马 谁也不肯认输 三毛和同学们 手里挥舞着彩旗 这里欢迎新老师 有的同学 还点燃了爆竹 噼里啪啦 好不热闹 三毛被吵醒了 原来是 玉井拿着井棍 不断敲打牢房的铁栏 绞了三毛的好梦 三毛流浪记 赶出牢房 玉井是来释放三毛的 三毛拉着叔叔的手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叔叔和小赖 外边正下着倾盆大雨 三毛请求 让他躲会儿雨再走 去去 还不快滚 玉井把三毛一脚踢出门外 出狱了 三毛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回小男孩家去 他们全家 一定会热烈欢迎他回来的 可是 等他来到 他们所住的棚户区 发现那里 早已被拆为一片空地 一家人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眼见天气开始转梁 三毛又无家可归了 三毛走着走着 来到一家孤儿院 找到院长 请他收留自己 不料院长告诉三毛 法院已把孤儿院的房产 判给别人了 孤儿院被迫关闭 许多孤儿 都自身难保 没法收容他 三毛流浪记 恶极 生患 车上下来一个大胖子扩老 三毛正饿得 头晕眼花 看着看着 竟把那人 看成势头 飙肥肥体壮的猪 三毛 想到香喷喷的 红烧蹄膀 馋得口水直流 忍不住上前 去摸那头猪 那人大怒 回头狠狠地将三毛 踢倒在地 十月十日 是旧中国的国庆节 人们正在游行庆祝 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 身穿漂亮的衣服 趾高气扬地 舔着放头糖 故意斗影三毛 三毛赤裸的上身 捂着咕噜咕噜直脚的肚子 怒目而视 一天 三毛正看着 上电橱窗里的 童装出神 有人悄悄走到他的身后 伸出手 蒙住了他的双眼 三毛转身一看 原来是狱中认识的 老朋友小赖啊 小赖居然穿着一身 崭新的衣服 看样子 他一定混得不错 三毛流浪记 大吃一顿 小赖拿出钱来 买了烧饼 又买了苹果 香蕉 两人坐在人行道上 痛痛快快地 大吃起来 三毛见小赖出手大方 问他 哪来这么多钱 小赖神秘地 告诉三毛 想发财吗 跟我走 他领着三毛 走街串巷 拐进一条弄堂 来到一间棚屋前 掀开门帘 里面乌黑一遍 只看见几双渣霸的眼睛 小赖催促三毛 赶快进屋 他先向三毛 介绍了几个 跟他一样 流里流气的小鳖三 又让其中一个 带着三毛 去拜见 他们的老大 爷叔 爷叔 捏捏三毛的 小戏胳膊 又用手指 谈谈他的胸骨 看三毛的身板 还不错 说 很好 收下你了 他发给三毛 一件破旧的长挂 穿在三毛身上 显得又肥又大 从此 三毛就算是 爷叔手下的人了 三毛流浪记 扣了半天 这是件什么贵衣服啊 那么多扣子 扭盘的孔 还特别小 三毛扣了很长时间 累得满头大汗 才扣了一半 看看时间 整整花了三个小时 才把它全部扣上 一天 三毛拎着小铁桶 在爷叔的视力范围内 收剩饭 见一个小女孩 比她早到一步 三毛生气地 把她推倒在地 到了剩饭就走 可是 当她看到 小女孩苦受如柴的母亲 和她怀里 嗷嗷待哺的婴儿 良心发现 赶紧把自己的剩饭 倒在小女孩的桶里 夜里 棚屋外 下起了倾盆大雨 屋里 也滴滴答答地 下起小雨 三毛和小赖 被雨水打湿 只好拿出铁罐 接水 实在太困了 三毛就把铁罐 顶在头上 小赖把铁罐 放在肚子上 继续呼呼 睡大觉 三毛流浪记 抢食法壁 三毛和小赖 同时看到地上 一个纸包 同时弯腰 抢着去捡 动的一声 两人的脑袋 撞在一起 头上都鼓起 一个大包 三毛打开一看 不过是已经过期的货币 现在根本不能用了 三毛走在路上 突然一口浓潭 从天而降 掉在三毛头上 三毛抬头一看 只见有人 正爬在竹梯上 写标语 一口黄浓潭 胜过原子弹 若是随地图 拟击杀人犯 那人居然一边写 那条标语 一边往地上秃弹 爷叔发给三毛 一个布袋 叫他跟着小赖他们 一起去偷 卡车上的棉花 他们正从车上 揪棉花时 被车上的人发现了 那人挥起皮鞭 猛抽三毛 三毛被打得 头破血流 赶快抱着棉花 和小赖他们逃了回去 爷叔夸奖三毛 好样的 带回来的棉花最多 三毛见爷叔伸手 往口袋里掏 心想 不知道会有什么 好东西 奖赏他 不料爷叔掏出一支香烟 奖给他 出了门 三毛狠狠地把烟 扔在地上 三毛流浪记 买帽遮赖 小赖神秘兮兮地 喊三毛过来 撩起衣服 让三毛 看他裤子口袋里的钱 三毛叫小赖 去医院 治好头上的 赖窗 小赖摆摆手说 我才不去看医生呢 一转身 来到商店 买了顶帽子戴 我的拉里头 这不全遮住了 小赖得意极了 没走几步 小赖感到头皮 痒得难受 赶快摘下帽子 挠起头来 他觉得帽子戴着不舒服 就干脆 把它送给三毛 三毛刚戴上帽子 突然想起 这会被传染上赖窗的 吓得连忙扔掉帽子 赶紧到自来水龙头下 冲洗脑袋 三毛流浪记 抢购一空 三毛他们 争着去抢残羹剩饭 可是 等待他们的是空空的饭桶 物价飞涨 什么东西都显得宝贵 有钱人 拼命地抢购各种商品 搬回家存储起来 爷叔 吩咐三毛去买你 买米的人群 早已排起了长队 三毛已被编到 第1361号了 排队的人形形色色 有体力不支的孕妇 有因排队务工 而被开除的小职员 有托儿戴女的妇人 三毛排了一整天 还是没有买到米 回家 被爷叔臭骂了一顿 三毛饿极了 一屁股坐在路边 啃起树皮来 引得一群人驻足围观 警察过来 驱散人群 举起警棍 追打三毛 不准吃树皮 三毛流浪记 比无此有 市面上无肉硬士 菜米断圆 饭店都关门打烊了 三毛踢着小铁筒 在路上晃悠 忽然 一根肉骨头 重重地砸在他头上 他摸着脑袋 抬头望见 二楼的一户有钱人家 正举起酒杯 在干杯 他们是不愁吃穿的 爷叔叫索三毛他们 去偷钱包 小赖见到一个男人经过 裤子口袋 鼓鼓囊囊的 便指使三毛上前去偷 自己给三毛望风 三毛轻手轻脚地 掀开那人一脚一看 原来是把手枪 吓得三毛双腿发软 瘫在地上 大伙来到爷叔跟前交差 有人偷到钢笔 有人偷到怀表 小赖偷到一只皮夹 轮到三毛了 他什么也没有偷到 无法交差 爷叔大为恼火 揪起三毛的衣领 骂道 滚出去 再空手回来 看老子 我把你揍扁了 三毛流浪记 良心不忍 三毛走在街上 看见一个行人 匆匆而过 大人口袋里的钱包 露了出来 三毛轻而易举 就得手了 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出了钱 还有药方和当票 三毛想 这可是人家救命的钱啊 这钱偷不得 他赶忙追上去 把钱包还给了那人 三毛又空手而归 气得爷叔把三毛 爆打一顿 三毛脸上 留下一道道血印 就算穷 也穷得清白 我才不当小偷呢 三毛气愤地 脱下衣服 朝爷叔脸上支去 大冬天 三毛光着膀子 满腔怒火地 逃离魔窟 半路上 正好撞见小赖 他见三毛 一副凄惨的样子 脸上还挂着伤 立刻掏钱给三毛 三毛想到这钱 是小赖偷来的 不干净 坚决不肯收 扭头就走了 三毛流浪记 吃不消的 又是一个圣诞节 圣诞老人 头戴防毒面具 腹枪核弹 脚踩骷髅 这回 他送给三毛一颗 包装精美的炮弹头 三毛愤怒地拒绝 我不要这种该死的礼物 三毛冷得瑟瑟发抖 见梁店前 人们排起了长队 忽然 记上心头 他夹在排队的人群中 是自己的身子 被穿着冬衣的人们 紧紧包围着 果真很暖和 三毛挤在队伍里 感受着免费的暖气 偷偷乐着 不料后面的先生 发现三毛根本不像是排队买米的 立刻喊来警察 警察毫不留情 呵斥着 将三毛赶出队伍 三毛流浪记 破衣遮身 人们阴凉店无良 而发生暴动 警察驱赶人群 街头一片狼藉 三毛趁机 捡起地上的破毛衣 旧礼帽 还有两只不同颜色 不同样式的大鞋子 穿戴在身上 多少能躲避风寒 三毛躺在街檐下睡觉 一阵风吹来 雨水飘进来 打湿了三毛 他便往里面挪 可是风越来越大 雨越来越斜 雨水还是领到了他 三毛只能贴着墙根站着 看样子 三毛是怎么都躲不过 这场大雨了 三毛流浪记 大饼冲鸡 三毛像一个衣冠楚楚的 教书先生乞讨 先生摆摆手 说自己也没钱 只见先生来到墙角边 背着三毛不知道在干嘛 三毛好奇 走上前去看个究竟 别看先生西装笔挺 原来他也只能吃大饼冲鸡 有钱人的孩子穿着毛皮大衣 朝着三毛扮鬼脸 有钱的老爷穿着毛皮大衣 叼着烟对三毛轻蔑的一撇 有钱的太太穿着毛皮大衣 对三毛不屑一顾 连有钱人家的狗也穿上了毛衣 它们都是有毛阶级 三毛想着这天壤之别的差距 攥紧了拳头 三毛流浪记 臭不可闻 三毛靠在梧桐树下 一辆汽车在路边停下 一位贵夫人牵着一条狗走下来 小狗来到树下 翘起腿撒了一泡尿 三毛望着扬长而去的汽车 紧紧捏住鼻子 好臭啊 跳舞厅里暖气开放 温暖如春 跳舞厅外 天寒地冻 北风凛冽 三毛和旁边一个身披破麻袋的流浪儿 冷得浑身打战 它们抱成一团取暖 可还是冷 不由自主地紧紧抱着跳起舞来 三毛快冻僵了 它想 跑步可以热出汗来 于是就没命地满街乱跑起来 摆地摊的小贩间了 还以为警察来了 纷纷收拾起摊子 跟在它后头跑 三毛跑得大汗淋漓 转身一看 奇怪 身后怎么莫名其妙地跟着一大群人 有钱人家的孩子 坐在炉子边取暖 衣服添了一件又一件 它的妈妈还冲来热水袋 放在它手里 真温暖啊 看得三毛好生羡慕 屋檐上的冰铃 好像在捉弄三毛 不偏不倚地掉进它的脖子里 冷得三毛跳了起来 三毛流浪记 舞霸通宵 夫人们在舞厅通宵狂欢 封了整整一晚 大青岛打着哈欠 从舞厅里出来 可怜三毛他们 却在外边冻了整整一晚 纸币天天贬值 银行外人山人海 挤满了兑换黄金的人 三毛受雇于黄牛贩子 去领取对金申请书 以此换取报酬 对金的人实在太多 导致惨剧发生 三毛也被挤伤 送进了医院 黄牛贩子抽着雪茄 冷眼旁观 没有丝毫损伤 三毛爆炸好伤头 走出医院 他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从前人们排队 拿着黄金兑换现钱 而现在人们却都发疯似的 挤在银行门前 要兑换黄金 为什么黄牛要收购对金申请书 为什么关老爷要锁住金库 不让大家对金 一切对三毛来说 都是一个个迷 三毛流浪记 我要读书 有钱人家的小孩 有书读 可是却吵着不肯上学 他的妈妈好言规劝 不管用 小孩竟然丢下书包 一溜眼跑了 三毛指指自己 对那个妈妈说 我要读书 让我去读吧 妇人别过身 恶声恶气地叫道 快滚 三毛流浪记 混乱世界 妇人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 穷人饥寒交迫 露宿街头 戏院门口 排起长笼 米店打烊 还有人被逼自杀 持枪的强盗 要犯的乞丐 请愿的民众 失学的儿童 打人的警察 三毛站在马路中央 四处张望 想起了梦中 那美好的光明世界 三毛流浪记 理想与现实 三毛又在上海街头 过儿童节了 三毛幻想自己 也会成为 未来的主人翁 可三毛 还是没有好衣服穿 还是被拒绝 在为孩子们 准备的游艺会外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实在太大 什么爱护 陪侄 尊敬儿童 三毛再也不愿听 这些骗人的话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三毛流浪记 全集的故事 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好 我是爱人妈咪 你读过 三毛流浪记吗 那你一定知道 很多 关于三毛的故事 今天 要给大家讲的是 三毛从军记 好了 故事开始了 抗日战争爆发 三毛想应征入伍 当兵打鬼子 可是 征兵处长官 嫌他年纪小 不肯收他 三毛 灵机一动 踩着高桥 穿好长衫 戴上礼帽 假扮成大人模样 再一次 来到征兵处 骗过了长官 终于如愿以偿 从了军 三毛被派去 当勤务兵 其实只是伺候 连长一家的小当差 脏活 累活 都得干 这不 连长一家出门 三毛不但要背着 连长的胖儿子 还要替太太拿东西 真累人啊 连长吊三毛去连队 三毛认真地收拾床铺 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可没等三毛走多久 来了两个老兵 坐在床上 边聊天 边嗑瓜子 抽烟 走的时候 也不收拾干净 长官过来检查 看到床铺 一片狼藉 对着三毛 一顿臭骂 军队里 规矩真多 见到长官 要先立正 再脱帽镜里 三毛认真地 学着老兵的样 一天 三毛在路上 遇到一位胖长官 赶紧立正 脱帽鞠躬 不料 凑得太近 动得一头 撞在胖长官的 大肚子上 部队发草鞋了 三毛也领到一双 他迫不及待地 把脚放上去试穿 草鞋 大得像只小船 这怎么穿呀 三毛索性 把草鞋横过来 像包粽子一样 裹在脚上 瞧 三毛穿着草鞋 在战友面前 卖正布 别提有多神气 墙上挂着一根 军用皮带 三毛顺手摘下 系在腰上 可是和瘦小的身子 实在不相配 三毛进到一只废纸篓 系上新来 他把废纸篓 套在身上 穿上军装 再系上皮带 正合适 旁人却搞不明白了 怎么小三毛 一下子 变成大胖子了呢 连长叫三毛擦靴子 三毛接过靴子和鞋油 干活去了 连长左等 右等 等了老半天 不见三毛回来 连长急了 光着脚丫 到处找三毛 终于在一条小河边 找着了三毛 原来 贪玩的三毛 把军靴 当长筒雨鞋 跑到河里 抓青蛙去了 一天到晚 戴着军帽 把三毛的三根头发 都压塌了 三毛拿起剪刀 在帽子上 剪了一个窟窿 三根头发 又直直地竖起来 谁知 好景不长 被连长发现了 还挨了一顿训斥 连长要他带钢盔 这回三毛没辙了 老兵拿来活鱼和青菜 可是没有锅怎么烧 三毛灵机一动 钢盔不是可以当锅使吗 三毛和老兵 像模像样地烧起鱼来 突然 紧急集合的军号响了 三毛慌忙倒掉鱼汤 将钢盔往头上一扣 烫了他 直叫救命 崔士兵给三毛一把沙子 让他把锅子刷干净 锅子又大又深 三毛就算踩在凳子上 还是擦不到锅顶 于是 他干脆爬进锅子里去刷 崔士兵回来见三毛在锅里 还以为他躲在里面偷懒 一把揪住三根头发 把他提了出来 三毛伸手去摘树上的果子 一个小男孩上前阻拦 两人争执不下 三毛解开上衣扭扣 得意地露出里面的军装 小男孩一看 三毛是个当兵的 不敢得罪 连忙摘下果子 咕咕尽尽地 双手奉上 下雨了 三毛没有带伞 被淋成了落汤机 他回到军营 换了身干净衣服 打着伞又出门了 路上被一个没有打伞的长官叫住 三毛奉命给长官打伞 自己又被淋成了落汤机 三毛蹲在地上吃饭 可恶的苍蝇也来凑热闹 打又打不着 赶也赶不走 三毛干脆拿来杀虫剂 对准苍蝇喷洒 苍蝇死得死 逃得逃 总算可以吃顿安稳饭了 吃了沾染了杀虫剂的饭菜 三毛自己也晕倒了 又引来了成群的苍蝇 行军途中 三毛走累了 他卸下背包 布枪 水壶 交给老兵挑着 后来 干脆把钢盔 衣服 也都挂了上去 单子 前轻 后重 失去了平衡 老兵索性把三毛 放在前面的箩筐里挑着 老兵知道三毛练习刺杀 三毛端着枪 使劲向稻草人刺去 不料用力过猛 自己也一头扎进稻草人中 老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拉出来 三毛跟着两个老兵一起搬木头 两个老兵一起伸 三毛因为个子矮 又抱着木头不放手 竟被悬空掉在木头上了 三毛要骑马 可是人小腿短 够不着马登 于是他找来一把梯子 把缰绳系在梯子上 爬上梯子 刚要抬腿跨上去 马一发脾气 把三毛先倒在地 头上撞起个大包 撞起个大包 游泳训练 三毛怕水不敢下河 长官一把抓起三毛 把他扔进河里 大伙久久不见三毛 露出水面 正担心着 突然 三毛一头钻出水来 手里还抱着条大鱼 老兵嘲笑 三毛个子矮小 三毛不服气 把老兵带到俘虏营 拉出一个日本兵俘虏 看 鬼子比我还要矮 三毛跟在大伙后面跑步 跑得满头大汗 还是落后了一大截 眼看距离 越来越大 三毛急了 一把抢过小孩的滑板车 蹬着小车 总算追上了队伍 三毛阻止马儿吃麦子 马儿发怒了 挣脱三毛手里的缰绳 就跑 怎么都换不回来 三毛没辙 只好抱了一捆麦子 哄马儿过来 三毛奉命送紧急军令 到某某连部 不敢耽搁 一路小跑 一只大鸟飞过 碰到了路标 三毛跑到岔道口 看见路标的箭头 指向地面 这下犯难了 那个连部究竟在哪儿呢 一个士兵和一个女兵 紧靠着坐在一起 那个士兵还给女兵带花 三毛看得又气又羞 连忙蒙起眼睛 后来女兵摘下 那个士兵的军帽 三毛再一看 原来两个都是女兵呀 三毛提着篮子摘青菜 正忙着 突然菜田里冒出一个长官 拖着三毛来到防空豪前 原来这片菜田 是用来伪装防空豪的 可不能摘 三毛吹着口哨走在路上 发现地上有一个盒子 捡起一看 是和香烟 正好一个老兵经过 就把他带去看墙上 禁止吸烟的标语 还没收了香烟 过了一会儿 三毛回过身 却看见老兵 自己躲在一边 抽起烟来 长官训话 今天我们要认清方向 把握时机 用血和肉来充鱼拼 切实保卫土地 大家都说懂了 于是长官让三毛解释 三毛竟重复出这样的话来 今天我们要成寝发响 不饿自己 用烧鹅肉来葱油饼 先吃饱肚皮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三毛看见一位老伯 吃力地搬着镯筐 看到树上的标语 兵住民 民住兵 大家杀敌一条心 就连忙找来一根棍子 想帮他拾 老伯很高兴 但是 箩筐实在太重了 还没走呢 三毛已经被箩筐压昏了 老兵叫三毛扔手榴弹 三毛身小体轻 用力过猛 一甩手 手榴弹没扔出多远 自己却朝后摔了一大脚 半夜三更 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 三毛和战友们 赶紧摸黑起床 穿衣戴帽 跑去集合 连长打开手电筒 只见三毛睡眼惺忪 衣帽不整 样子十分狼狈 老兵指导三毛练习立正 可是三毛有点螺圈腿 身不直 并不拢 他想出一个好办法 用两个木套 绑住自己的腿 如此笔直的双腿 令老兵吃惊不已 长官吩咐三毛 替自己刷衣服上的灰尘 刷完衣服 长官还要三毛刷帽子 三毛够不着 只好搬来凳子 抬在凳子上 给长官刷帽子 三毛忙上忙下 长官却抽着香烟 一副悠闲的样子 长官随地突弹 三毛看见了 直指墙上的标语 不准随地突弹 长官生气地 一把撕下标语 掉头就走 三毛也火了 狠狠地朝地上 突了口弹 三毛见到地上的军号 好奇地拿起来 对着好嘴往里瞅 里面黑咕隆咚的 什么也看不见 他学着好手的样子 鼓起全力 使劲地吹 不料 里面窜出一只大老鼠 把三毛吓了一跳 发新军装了 三毛领回来一室 军服大如细袍 军帽大如斗笠 三毛只好把衣服和帽子改小 再穿上对了镜子一照 哎 像什么样子啊 连部命令 全林士兵剃光头 三毛想 我可要保住 这仅有的三根毛啊 于是找来橡皮膏 贴住头发 长官过来检查 一把扯下三毛头上的橡皮膏 三根头发 也被硬生生地带了下来 三毛心想 变成兔子 多丑啊 他马上到街上 买了原子生发油 希望长出 一头漂亮的小分头 三毛拼命地把生发油 往头上倒 不一会儿 头上长出了 长长的三根头发 在一旁的小狗 沾到了生发油 居然浑身 也长出长毛来 三毛用剪刀 把自己三根 长长的头发剪短了 又把小狗身上的长毛剪掉 只留狗头上的长毛 再给他挂上块 原子湿的牌子 三毛带着原子湿 走在路上 神气极了 三毛分给老兵 一个香蕉 两人边走边吃 老兵走在前头 吃完后 随手将香蕉皮 往后一扔 三毛一脚踩上去 摔得四脚朝天 连队发的斗笠 几乎和三毛的身体一样大 三毛把斗笠 带在头上 两只手还得扶着 一阵大风刮来 斗笠像把张开的伞 被吹得往上升 把小三毛带上了天 老兵和三毛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子 鬼子用枪顶着老兵 没有注意到躲在老兵身后的三毛 三毛成鬼子不备 突然扳起他的脚 老兵立刻一拳挥去 把鬼子打翻在地 三毛和老兵压着五花大绑的鬼子 高高高兴兴地回迎了 三毛替长官刷衣 点烟擦靴子 长官满意地直翘大拇指 三毛又端来一杯热茶 不小心泼出一点点水 撒在长官的靴子上 立刻挨了长官一巴掌 长官的脸变得真快啊 墙上贴着 食指下令 祸乱流行 注意卫生的标语 军营里垃圾实在太多 三毛把一拨挤 一拨挤的垃圾 倒在门外 不知不觉 垃圾堆成了山 连卫生标语也埋在了里面 鬼子来了 但是三毛孤身一人 怎么办呢 幸好田野里 有一捆一捆的稻草 三毛集中生智 把自己扎成稻草人 骗过了鬼子 两个鬼子 站在稻草人跟前点烟 哪里知道 三毛就藏在里面 机会来了 三毛一枪 打死了两个鬼子 他扛着收脚的武器 哼着小调 看弦而归 三毛向长官报告了消灭鬼子的经过 长官在全联士兵面前赞扬三毛 还给他带上雍雄勋章 记者也赶来给三毛拍照 勋章特别大 把三毛整个身体都遮住了 三毛在树林里设置好机关 然后躲到大树后面 埋伏起来 鬼子来了 三毛拉动手里的绳子 鬼子被绊倒在地 三毛再松开 系在树上的另一根绳子 一块大石头从树上掉下来 砸昏了鬼子 一个老兵正在杀机 三毛用双手蒙住眼睛不敢看 这时 正好一个鬼子经过 三毛迅速地拔出手枪 一枪击毙了那个鬼子 打鬼子 三毛可一点也不胆小 黑板上贴出告示 我们要采取消耗战术 引使敌人浪费弹药 三毛想了个好主意 扎个飞机形状的风筝 放上贴 鬼子见了 以为是真飞机 一阵扫射 三毛这招诱敌术 耗费了鬼子 好些弹药 演员为全体将士 义务演出 三毛也想去观看 却因为个子矮小 被剧院老板拦在门外 正巧一个穿着 大斗篷的长官走来 三毛悄悄躲进 长官的斗篷里 混进了剧院 三毛趴在地上 看蚂蚁打架 一个胸前 扛着一只大鼓的军人走来 一不留神 被三毛绊倒 咕噜噜地 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三毛回过神 只见那鼓手 被军骨压着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三毛好生奇怪 出了什么事啦 屋里有人 叫三毛递把榔头进去 三毛端着枪 站在门外 煞有介事地守卫着 闲杂人的 一概被挡在外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好一阵 房门打开了 一个老兵 手里拎着一只死老鼠走出来 原来是在打老鼠啊 三毛一动不动地听长官训话 一只蚊子在三毛后脑勺咬了一口 三毛起痒难忍 向长官报告 长官指着墙上的标语 教育三毛 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时蚊子又飞到长官后脑勺叮咬 长官却马上抬起手 一掌打死了蚊子 三毛看见鬼子 抢了村民的鸡 就钻进村民的鸭笼里 专等鬼子来抢鸭子 鬼子果真来了 三毛瞄准鬼子 扣动扳机 一枪击毙了这个鬼子 三毛躲在草丛里 亲眼看见一个鬼子 拦路抢夺路人的手表 最后还把那个人刺死 三毛气愤极了 拿出了手榴弹 三毛拉响手榴弹 朝鬼子扔去 只听到一声巨响 鬼子被炸成碎片 一只断手落在三毛面前 断手上还戴着刚才抢来的手表 三毛向长官汇报 事情经过 长官将那只手表奖励给他 三毛吸胳膊吸腿 戴在哪里都不合适 最后套在脖子上当项链带 倒挺合适 老兵拿了一只大梨 动影三毛 三毛抢着去拿 老兵故作神秘 转过身子 让三毛稍等 老兵在梨上做了点手脚 过了一会儿 他拿出酷似三毛脑袋的梨来 三毛吓了一大跳 部队决定对囤积粮食 抬高米架的吴李 张甲 邓鸡 居齐等四人 执行枪决 三毛说 只要一颗子弹就行 他使出浑身力气 扛起步枪 对准捆成一排的米虫 抬脚拉动 连着扳机的绳子 射出的子弹 穿过他们的胸膛 四人立刻毙命 一个老兵正在擦泡桶 见三毛经过 立刻叫住他 要他继续擦 自己抽着烟到一边歇息去了 等老兵回来一看 三毛不见了 突然 泡桶里探出一个脑袋 老兵吓了一跳 原来三毛太卖力 竟然钻到了泡桶里面去擦 三毛和战友一起巡逻 走着走着 一颗榴弹飞来 射中战友 三毛却浑然未觉 过了好半天 三毛才感觉不对劲 回头一看 咦 战友呢 怎么人不见了 三毛见路边有两颗手榴弹 立刻回迎叫来两个老兵 三人悄悄靠近 想一探究竟 只见一个老农 举起手榴弹 咕咚咕咚 大口喝起来 原来是两个酒瓶 害得大伙 虚惊一场 一颗炮弹 从头顶飞过 三毛和长官赶紧握倒 炮弹轰隆一声 在远处爆炸 长官举起望远镜 镜子的两门大炮 映入眼帘 长官命令紧急集合 抽签决定派谁 去当赶死队员 三毛抽中赶死千 和战友一起 带着手榴弹 去炸大炮 三毛和战友 向敌人阵地前进 又一颗炮弹飞来 三毛急忙握倒在 壕沟里 等三毛再站起来 只见地上 流下了一滩鲜血 他才知道 战友牺牲了 炮弹又呼啸着飞来了 三毛赶紧逃命 他跳进一条小河里 惊魂未定 转身看见一条大水牛 心想 水牛力大无比 可以利用它 去撞翻大炮 三毛把水牛牵上岸 拴好 脚来一串鞭炮 系在水牛尾巴上 还挂了块 赶死的牌子 又在水牛脚上 绑了两颗手榴弹 一切准备就绪 三毛点燃鞭炮的导火线 噼里啪啦 鞭炮一响 吓得水牛直往前奔 过了一些时间 轰的一声 远处传来爆炸声 成功啦 三毛高兴地吹起了口哨 三毛向长官 汇报战果 语音未落 突然又飞来一颗炮弹 长官怒气冲冲地 指责三毛 半事不力 命令他再去炸大炮 三毛看着赶死的牌子 把心一横 揣上手榴弹 再次冲向敌人的阵地 一颗颗炮弹呼啸着 从他头顶飞过 他隐蔽在草丛中 轻轻拨开野草 朝前方一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水牛没能炸掉大炮 反而被鬼子们抓住 他们斩杀了水牛 雷起炉灶 烧牛肉 还有几个鬼子拿来了酒 准备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鬼子们大快大快地吃着肉 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吃饱喝足后 全都醉倒在地上 呼呼睡大觉 三毛鼓起勇气 走上前侦查 确信鬼子们都已睡得死死的 便连忙跑回营 喊来部队 一群鬼子通通成了俘虏 三毛骑在老兵肩头上 高高兴兴地压着他们回营 长官走来 老兵立刻站正行礼 忘了三毛还在自己肩上 这突然地一撒手 三毛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头上隆起了大包 长官因此而得了枚勋章 三毛不服气 心想 明明是我立的功 我也要弄个勋章 他拿来剪刀 用赶死牌 自制了一枚赶死勋章 戴在胸前 在长官面前炫耀 枪匣子对三毛来说 实在太大了 一头挂在腰间 另一头拖到了地上 三毛灵机一动 找了一根钓鱼竿 扎住枪匣子的另一头 把枪匣子吊起来 这样总算不妨碍走路了 三毛和一个老兵打架 他死死咬住老兵的大腿不放 这时 来了两个士兵 一个拖三毛 一个拖老兵 还是拉不开 他们又叫来几个人 大家像拔河比赛似的 又拉又拽 别看三毛人小 这样脾气可不小 无论怎么拉 他就是不松口 一只蚊子 钉在老兵背上 三毛走上前 一掌拍死了蚊子 老兵误以为三毛打他 转过身 把三毛摁住 重重地打他屁股 三毛没想到 好心换来一顿打 三毛伺候长官吃西瓜 他边切西瓜 边想着待会儿 长官会赏他一块 三毛在一旁 看着长官大口大口地吃着 馋得他口水直流 等到长官把西瓜全部吃完 肚皮撑得滚滚圆 也没留给三毛一口 三毛替长官打扇 自己热得大汗淋漓 他用手掳去满头的大汗 不小心汗水 溅到长官身上 长官抬腿就是一脚 把三毛踢出老远 三毛练习打靶 瞄了老半天 一扣扳机 由于抵挡不住步枪的后座力 不由得身子一仰 变成朝天放枪了 不料一只鸟从天上掉了下来 真是歪打正着 三毛提着猎物 高高兴兴地回营去了 老兵打桩 三毛扶着木桩 老兵干累了 说休息一会儿 三毛自告奋勇地也要实施 他使出浑身力气 要举起笨重的铁锤 谁知反而自己翘得双脚朝天 一个鬼子正在河里洗澡 三毛趁其不备 偷偷地穿上鬼子的衣服 等鬼子光着身子 从水里上来时 三毛拿着鬼子的枪 指着它 鬼子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三毛穿着鬼子的衣服 压解俘虏回营 一个士兵 见有鬼子朝军营走来 急忙换来自己的同伴 两人跑过去 用枪指着鬼子 大声呵斥 站住 三毛赶紧摘下钢盔 露出三根头发 是我三毛呀 两只小鸟从远处飞来 停在一棵小树上休憩 突然 树枝中伸出两只手 一把抓住一只小鸟 原来 这棵树是三毛伪装的 它高兴地叫起来 声音惊动了战友们 它们从周围 一棵棵小树中 探出了脑袋 三毛 抡起小铁锤打桩 不一会儿 木桩围成一圈 接着 它往木桩上 缠铁丝 上一刀 下一刀 左一刀 又一刀 密密麻麻地缠了一圈 又一拳 等它把一捆铁丝都缠完了 才猛然发现 自己被困在中间 出不来了 三毛端着步枪 在阵地巡逻 一不小心 被铁丝王刮破了裤子 它全然不顾 头顶不断飞过的子弹 不慌不忙地 坐在壕沟里 补裤子 补好裤子 三毛刚站起身 又是一串子弹 打过来 差点打中脑袋 三毛把钢盔 扣在枪托上 做伪装 自己悄悄地 绕到鬼子身后 趁鬼子不备 制出手榴弹 三毛拿着布满弹孔的钢盔 向长官报告 炸死鬼子的经过 长官夸奖三毛的机智勇敢 叫他快去洗洗满身的尘土 三毛来到河边 把钢盔吊在树上 当连蓬头 舒舒服服地 洗了一次淋浴 三毛坐在河边钓鱼 大半天不见鱼儿上钩 三毛耐不住性子 向河里扔了颗手榴弹 轰的一声巨响 一条大鱼被炸出水面 正好落在三毛身上 压得三毛喘不过气来 卫劳队带着礼品 来慰问全军将士 三毛也得到一份 他满怀喜悦打开盒子 里面有一包香烟 还有一个小布包 他扔掉香烟 再抖开布包 里面竟是一把梳子 这对他又有什么用呢 拉车的老马伤了腿 鲜血直流 三毛为他包扎好伤口 又抱来草料喂他 看着可怜的老马在流泪 三毛伤心地抱着他 也痛哭起来 长官派三毛去送极箭 等三毛回来 看见大家正围坐着吃肉 地上只剩下一条缰绳 和一滩血 三毛明白老马已经被他们杀了 失去了老马 三毛更加伤心了 三毛患了瘧疾 冷得浑身直哆嗦 他吃了药片上床睡觉 被子盖了一层又一层 捂得严严实实 一个老兵经过 看见堆得像做小山似的被子 在剧烈晃动 他好奇地掀开被子 原来阵员是冷得发抖的三毛 三毛和战友们 背着降落伞包 排队上了飞机 飞机飞上高空 长官命令大家 二个跳伞 三毛胆战心惊 可是拘命难违 他把心一横 跟着大伙往下跳 三毛在半空中打开降落伞 随着风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 脚下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 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 三毛被悬空吊着 偏不凑巧 一头恶狼正在树下抬头望着三毛 恶狼嚎叫着扑向三毛 三毛左躲右闪 眼看快要支撑不住了 突然 砰的一声枪响 恶狼应声倒地 是谁开的枪 三毛低头一看 坏了 来了个鬼子 看来 这回自己真是厄运难逃了 鬼子举起枪 瞄准了三毛开枪 不料眼一花 只打断了降落伞的背带 三毛头朝下摔下来 正好撞在鬼子头上 把鬼子砸死了 三毛心想 嘿嘿 这鬼子真不禁打 老兵们 团在一块儿 在干嘛呢 三毛出于好奇 他窜上窜下 想挤进去看个究竟 老兵用力推开三毛 三毛跌倒在地 等大伙都散开后 三毛总算看明白了 原来只不过是两只蚂蚁在打架 三毛帮助老兵挖战壕 他拿着铁锹铲土 可是人小利弱铲不动土 只好背过身 扛着铁锹的把柄 用力使劲 结果 铲起的泥土 全部洒在了老兵的脸上 一个老兵摔伤了腿 疼得眉头紧锁 三毛热心来帮助 他叫老兵趴在自己背上 想背着老兵走 三毛怎么背得动老兵 结果 两人都摔倒在地上 三毛在老兵的重压之下 昏厥过去 最后还是老兵背着三毛 一拳一拐回营去了 军营里来了个大官 叫三毛替他拿公文包 大官的公文包又大又重 三毛力气小 只得一会儿夹在叶下 一会儿背在背上 一会儿又抱在怀里 累得他满头大汗 走不多远 大官回头一看 三毛被压在公文包下面 昏过去了 三毛梦见自己在洗淋浴 真舒服啊 忽然他从睡梦中惊醒 咦 怎么身上都湿透了 原来窗外风雨大作 屋顶漏水了 三毛拿来板凳 把钢盔放在凳子上接雨 继续睡大觉 三毛洗完澡 换上干净衣裳 正在照镜子 这时长官叫三毛过去 原来他的手杖掉到臭水帮里了 三毛只得跳下去 帮长官捞手杖 刚换好的衣服 转眼变得又臭又脏 连部通知明日发响 三毛心里盘算着 去买新鞋新袜 第二天 他刚领到195元 卖油条的小贩 就过来找他结账 三毛一共吃了19根油条 欠下190元 他把军饷全部交给小贩 只找回半根油条 一只大公鸡和一只小公鸡 斗得不可开交 三毛看不下去 捡起一块石头 朝大公鸡扔去 结果 招来老兵一顿臭骂 三毛不服气 两人争执起来 怒目相向 活像一对斗鸡 军令送达 三毛抢着要去承报长官 本想逃得长官欢心 结果 却被长官一脚踢翻在地 原来 长官防守不力 被撤了直 可怜三毛 莫名其妙地成了出气筒 三毛在河边摸螃蟹 突然手指被夹住了 他赶紧拔出手 原来是只大螃蟹 老兵帮三毛摘下螃蟹 三毛的手指被牵得又红又肿 他俩一起煮螃蟹 阵阵香味 引来了长官 老兵讨好地将煮熟的大螃蟹 双手奉上 落得三毛 空欢喜一场 三毛见长官 看着报纸 哈哈大笑 心想 有什么消息引得长官如此开心呀 于是 他捡起地上的报纸 也边看 边大声笑起来 长官好奇地走到三毛身后 只见三毛倒拿着报纸 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轮到三毛站岗 足足站了三个小时 还不见有人来接岗 又过了三个小时 三毛双腿直打哆嗦 总算有人来了 这时 三毛的两条腿 早已僵硬 战友只得 把他抱回军营 三毛跟着老兵 练大刀 一朝一世 认真的学 一不小心 一刀把自己头上的 三根头发给削去了 看着地上宝贵的三根毛 三毛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三毛受命 骑着毛驴去送紧急命令 可是毛驴倔强不听话 任凭三毛鞭挞 就是不肯走 三毛没办法了 只得借来一辆平板车 把毛驴赶到车上 和车主两人 一个拉车 一个推车 去送信 那头毛驴 倒会想轻浮 可苦了三毛 关在笼子里的小鸟 和笼外的小鸟 喳喳地互相挨鸣着 三毛非常同情它们 便擅作主张 放了小鸟 长官回来发现 笼子里的鸟被三毛放了 怒气冲冲地把三毛 关进铁栅栏里 三毛看着外面 两只自由快乐的小鸟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兵睡觉打呼噜 吵得三毛无法入睡 三毛看见 边上亮袜子的木夹子 系上心头 他轻手轻脚地 取下木夹子 夹住老兵的鼻子 老兵喘不过气来 一下子从床上 蹦了起来 老兵醒来 发现是三毛干的好事 大为光火 一把揪住三毛的头发 用木夹子 夹住他的鼻子 又捆住他的手脚 哗啦哗啦 吹响军号 索性 大家都别睡觉了 长官按铃叫三毛过来 一遍两遍 还不见他的踪影 长官火了 用足力气 把铃按得震天响 三毛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急匆匆地跑来听命 原来 长官要抽烟 紧急传唤三毛 只是为了叫他点烟 三毛的布鞋 裂开了口 走路时 脚都踩在了地上 他找来针线 把裂口缝好 可是 穿上后 没走几步 又开线了 三毛只好手里 牵着线 吊着鞋子 步履艰难地 走在路上 子弹从三毛头顶飞过 由于他人小个矮 没有被射中 三毛给稻草人 穿上军装 戴上军帽 把他顶在自己头上 一路冲向敌人的阵地 一颗颗子弹 穿过稻草人 却没打到下边的三毛 三毛冲到鬼子面前 鬼子只得乖乖投降 三毛命令鬼子 背起机关枪 压着鬼子 回军营 战友们远远地看见 三毛顶着稻草人 压着缴械投降的鬼子 就大声召唤大伙快来看 三毛抓了个俘虏 缴获了一挺机关枪 立了大功 受到长官的表扬 战友点燃鞭炮庆贺 不料火星 溅到稻草人上 立刻燃烧起来 吓得三毛连蹦带跳 只喊救命 老兵赶快提来一桶冷水 对准三毛 当头浇下去 三毛浑身都湿透了 衣服也被烧坏了 长官连忙拉着三毛 去给他拿了一件新军装 这件军服好大 穿在三毛身上 像件细袍 长官授予三毛 智勇双全的锦旗 记者赶来给三毛和长官留影 他一再要三毛 把锦旗举高一点 等照片洗出来一看 三毛被锦旗挡住了 只露出三根毛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正面锦旗 是授予长官的呢 长官用餐 崔士兵忙着把肥鸡鲜鱼 美味菜肴 一盘盘往餐室端 门外站岗的三毛 看在眼里 闻着阵阵香味 饿得肚子咕咕叫 三毛干脆蒙住眼睛 捏住鼻子 眼不见 鼻不闻为净 两个老兵 牛打在一起 三毛上前劝说 拉不开他们 三毛一着急 取来一瓢冷水 站在长凳上 对着两个老兵的头 浇下去 两个老兵浑身被浇湿 同时松开了手 他俩定睛一看 是三毛在捣鬼 两人一起把三毛 扔进水桶里 接着再打 乒乒乓乓乓 一阵响声 从远处传来 三毛和战友们 以为鬼子来了 赶忙拿起枪 准备战斗 赶去一看 原来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大伙正在庆祝 胜利啦 胜利啦 三毛他们高兴地 跳起来欢呼 战争结束了 三毛被批准复员 告别长官 三毛站在 累累坟营 扑出的胜利之路的路口 一边通向荒芜 凄凉的农村 一边通向 满目疮痍的城市 他该往哪里去呢 好了 小朋友们 感谢您收听 三毛从军记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 关于三毛的故事 那就来收听下一部 三毛解放记吧 大家好 我是艾瑞妈咪 欢迎收听 三毛解放记 1935年 可爱的小三毛 出事了 创作三毛的 就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 张乐平爷爷 早期的三毛 滑稽幽默 调皮捣蛋 闹出了种种笑话 早期三毛 旅行团 专车 今天是1935年 7月28日 张乐平叔叔 画下了三根毛的我 我用小喇叭 把小朋友们召唤来 要成立旅行团 大家好容易凑了钱 但只够做一辆黄包车 我们八个小伙伴 硬挤了上去 匆匆叠叠价的老高 把拉车人 累得直喘粗气 红头阿三寻补 瞪大了眼 好个旅行团专车 早期三毛 小人大志气 我的理想可远大了 我要当大将军 没有高头大马不要紧 我有我的小狗花花 花花快来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坐骑了 我要带你去打仗 小胖你快过来 给我举旗子 上面要写着 大将军三个字 我要挥起我的小树枝 驾驾驾冲啊 早期三毛 打破平衡 伯伯坐在长凳的一头 专心致志地看书 我在长凳的另一头 玩杂技 嘿嘿 倒挂金钩 钱滚翻 再来个标准倒立 嗡嗡嗡 该次的蚊子又开始作怪 哎呀天哪 伯伯 你早不打晚不打 偏偏这个时候打蚊子 哎哟 我的头啊 早期三毛 从善如流 不就是跳水冠军吗 爸爸 我也行 嗯 怎么练习跳水呢 哈哈 有好办法了 家里的浴缸 虽然不大 但是练跳水 还是处处有余了 看我的 把衣服脱掉 弯腰 白臂 一二三 早期三毛 躲避有方 蚊子真烦人 我都快被蚊子活吞了 还是到水里去躲一躲吧 有吸管 我就可以一直待水里了 哎呀 好痛 死螃蟹 别架我的脚啊 痛死了 快放开我 水里也不能待 那我该去哪儿呢 嘿嘿 这个油桶倒是不错 那我的脸怎么办 哈哈 就用防毒面具吧 早期三毛 爸爸我知道了 我要向司马光学习 司马光砸钢 救小孩 那我就砸毯子 救皮球吧 先把皮球踢进去 嘿嘿 正好踢中了 我找块石头 把摊子砸破 皮球就能出来了 哐当 太好了太好了 我成功了 早期三毛 轻敌逞强 我是大力士 有谁敢跟我比吗 打得过我就送吃太平哥 苹果一只 呵呵 还真有不怕死的 嘿 先吃我一个拳头再说 哈哈 不行了吧 投降了吧 还有人 想向我挑战 好 让你也尝尝我的厉害 怎么样 趴下了吧 还有谁敢跟我比呀 嗯 就你这小不点 还想跟我较量 小不点 哥哥饶你用一根手指头打 好不好 哎呦 你力气咋比牛还大 大哥大哥 饶了我吧 小弟知道错了 嗯 凭我给你 求你别打我了 早期三毛 只求一宝 爸爸 爸爸买来了一大蓝梨子 这下 我有好口福了 哼 还藏起来不让我吃 哦 原来 藏在大衣柜里呀 等爸爸出去以后 我就可以开怀打吃了 爸爸总算出门了 我期待已久的时刻 终于来临 真过瘾呀 我的肚皮都快撑破了 我再美美地睡上一觉吧 早期三毛 吊虎离山 嘻嘻 翘翘巴 真好玩 小胖 你是不是很想玩啊 哼 不给你玩 我还要再玩一会儿呢 咦 河对面的小花 张漂亮 我要把小花摘下来 小胖 帮帮忙 用翘翘板 把我弹到那边去吧 哈哈 能摘到小花了 可是 我怎么回去呀 哦 你们别只顾自己玩帮帮我啊 早期三毛 回复青春 这就是爸爸当年的照片啊 梳着小分头 还蛮帅的呀 可是现在 哎 岁月催人老啊 爸爸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现在一根都不剩了 我一定要帮爸爸整整容 用画笔 给爸爸画头发吧 嗯 真不赖 爸爸 快醒醒 照照镜子看看 帅不帅啊 早期三毛 保存商标 天冷了 要戴帽子 可是戴上帽子 我的三根毛 就看不到了呀 没有三根毛 我还叫什么三毛呀 哎呀 毛都被帽子压弯了 真难看 我要把这顶帽子改造改造 拿剪刀 在帽子顶上 剪个洞 不就成了 太好了 这下戴上帽子 也很好看哦 早期三毛 黄雀在后 为什么我一条鱼 也钓不上来 那个叔叔 却钓上来一条 那么大的鱼呢 真是气傻我也 肯定鱼都跑到 叔叔那边去了 我何不把钓杆 放到他的水桶里 把他钓上来的鱼 钓走呢 对 就这么办 哈哈 我终于钓到鱼咯 我回家咯 早期三毛 桃之夭夭 小妹妹别哭 出什么事了 怎么 有人欺负你啊 走 哥哥找他算账去 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小妹妹 这人吃了豹子胆了 我要揍他一顿 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欺负人 哇 好大的块头 大 大 大哥你是哪条道上呢 小 小 小弟 我有眼不识太山 我 我 我先 告辞了 早期三毛 公平交易 这里只有一个苹果 我想吃 妞妞也想吃 那我们 就公平分配吧 称一称 看是不是一样大 啊 左边的太重了 那我把大的吃掉一口 这下子 右边的又重了 那我再把右边的 也咬一口吧 总算公平了 但是 只剩下河了 妞妞 你就将就着吃吧 早期三毛 傀儡装束 瞧这满洲国皇帝 真是又傻又呆 一看就知道 只能当傀儡 我做顶纸帽子 戴上奶奶的老花镜 可是 上哪找那么大的袖子呢 咦 我看妈妈的这双鞋 进我妙手改造改造 还是蛮有前途的 我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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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捡 哈哈 你看我呆不呆呀 早期三毛 小画室 哎哟 又要练字 我怎么那么命苦呀 太好了 老爸出去了 我先画一个妈妈 头上画几根毛呢 就四根吧 再画一个爸爸 嘿嘿 爸爸是秃头 啊 哪来的手印 糟了 墨汁全弄手上了 不用说 脸上肯定也惨不忍睹了 太累了 我还是先睡个觉再说吧 早期三毛 模仿 哎哎哎 干嘛赶我出来呀 我也要当画家 叔叔到底在房间里做什么呢 那么神秘 嘿嘿 被我偷看到了 叔叔在给一个光屁股的人画画 哼 这又啥了不起 我也行 小孩 你快过来 我给你画画 你背过身去 把开裆裤拉开 摆好姿势 我现在 就是大画家啦 早期三毛 脚网过正 天气真是热死了 扇扇子吧 不行 吹电风扇吧 还是热 那我就边吹电风扇 边坐在水盆里吧 可是 怎么还是热得受不了啊 什么鬼天气 咦 这儿不是有冰箱吗 这下算是找到大救星啦 冰箱可是夏天避暑的最佳场所了 我就躲到冰箱里吧 光躲冰箱里还不够 如果把水盆搬进去 岂不是更加透新凉 真是一个绝妙的高招呀 啊 不好 爸爸 救命 我 我冻成冰雕啦 早期三毛 学十毛 现在都流行卷发了 我的三根毛 还是笔直笔直的 太落伍 人家会笑话我是老土的 我得给避给避发型 怎么烫头发呢 简单 把剪刀在蜡烛上烤热了 再把头发卷上去 不就可以了 嘿嘿 我的新发型还真不错呀 我是不是很帅 早期三毛 圣诞礼物 圣诞节要到了 橱窗里的圣诞老人 累得够呛 背了好多长筒袜子 袜子里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玩具 这些都是圣诞礼物哦 嘿嘿 爸爸睡觉了 他把长袜子搭在了床上 有了 我要给爸爸一个惊喜 把他最喜欢的玩具 塞到里面 爸爸你看 我给你的圣诞礼物 早期三毛 童子助若团 小弟弟好可怜 被阿姨打得那么惨 欺负儿童怎么行 我要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伙伴们快过来呀 我刚刚看见 有个小弟弟被人打了 我们童子助若团 要行下仗义 咱们赶快去救救他吧 你们看 就是这个小弟弟 咦 真是奇怪了 这个阿姨怎么突然 对小弟弟那么好啊 刚才我经过的时候 确实看到他在打小弟弟呀 救命 大家别打我 我哪里知道 这阿姨是他妈妈呀 哎 我来帮助人 可谁来帮助我啊 早期三毛 哪里去了 老爸 你是不是要去买酒啊 那这鱼被猫吃了怎么办呢 对了 把猫拴起来 哎 老爸怎么还不回来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吃一口吧 真好吃 再吃一口吧 老爸不会发现的 啊 全吃光了 猫老弟 我先走了 老爸回来 你替我鼎鼎吧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不会忘的 早期三毛 加大音量 爸 我想吃苹果 哼 又叫我别吵 你一看报纸 就谁都不理了 不给我 我就哭 吵死你 啊 啊 我要吃苹果 啊 怎么这招也失灵了 看来 我非得拿出撒手锏不可了 看你的耳朵厉害 还是我的喇叭厉害 哈哈 瞧见了不 苹果终于到手了 有智者 试镜城啊 早期三毛 乱真 小狗 小狗 你别跑 我一定要抓住你 哐当 哎呀 不好了 把爸爸最心爱的 天使石膏像摔坏了 这下可惨了 爸爸回来后 我肯定少不了一顿骂了 这样吧 我把衣服脱下来 装成小天使的样子 说不定 就能蒙混过关呢 狗狗 你别上来 不然我就录馅了 早期三毛 大历史 我要举起重重的杠铃 再拍张照 证明我是大历史 一二三 一二三 哎 太重了 举不起来 有办法了 我来个倒立姿势 赶紧拍下来 再把喜好的照片 倒过来 写上 大历史三毛 看起来 还真像那么回事 可是 这讨厌的小狗 干嘛要站在边上 坏我的好事 早期三毛 南科一梦 我有一棵苹果树苗 种下去 就能接出苹果来 小苗 你一定要 快快长大哟 长大以后 要接出又大又红的苹果 我来给你浇水 让你喝得饱饱的 你可不要辜负了 我的一片苦心呀 我咚 咚 咚 好累呀 我先睡一会儿 哇 小苗突然长大了 长成了一棵小果树 我一会儿 树上便接了个 又大又红的苹果 真是诱人啊 我的口水 都快流下来了 哎呀 苹果掉下来 砸我的头了 好痛 嗯 刚才是做梦 不好 小鸟把小苗 嫌走了 别走啊 还我的小苗 早期三毛 一场大哭 小苗 我把你种在花盆里 细心地照顾你 你一定要快快长大哦 哎呀 小苗怎么哭了呀 都怪今天的太阳太厉害 小苗 你别担心 我这就给你浇水 你喝了水以后 就会好的 哦 水龙头里 怎么没流出水来呢 今天停水啊 天呐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哼 小苗 你千万不能死啊 哼 咦 太神奇了 我的眼泪 竟然把小苗 就活了 早期三毛 简工杰作 学校举办图画竞赛 冠军还能得到大奖杯一支呢 哈哈 这次的图画比赛 冠军非我莫属 其他人的话都太粗糙 兔子画得跟老鼠一样 小孩画得跟妖怪一样 看看我的这幅图画 构思巧妙 把老鼠画得多像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登上了冠军的宝座 老师发给我一支大奖杯 好开心呀 糟糕 是谁揭穿了我的小把戏 告诉老师 我的画是从图画书里剪下来的 天哪 快跑啊 别让他们抢走了我的大奖杯 早期三毛 报复的结果 哼 你骂我 胆子不小嘛 我叫胖子来打你 他的力气可大了 胖子哥哥 刚才那个男孩骂我 我把这个苹果送给你吃 你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好不好 嘿嘿 打得好 打得好 糟了 我不知不觉竟然把苹果吃了 啊 救命啊 胖子哥哥 求求你住手啊 小哥哥 你帮我打那个胖子好不好 怎么 你要两个苹果 好吧 给你 嗯 哼 可恶 你们俩把苹果分着吃了 我这下可是亏大了 早期三毛 一本万利 鲜菊水 每瓶 铜元六枚 好贵呀 哎 看来我是喝不成了 我只有一枚铜元呀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要一次喝个够 咦 这里有个卖橘子的叔叔 一个橘子 只要一枚铜元 那我就买一个橘子吧 这个橘子 用处可就大了 我把橘子泡在水里 制成冒盆的鲜菊水 一桶圆一杯卖出去 哈哈 生意真好 一会儿我就赚足了钱 我买了好多好多瓶 真正的鲜菊水 可以敞开肚子 喝个痛快啦 早期三毛 感情深厚 让我看看剧本 哦 剧本上写 男主角和女主角 感情深厚 怎么才算感情深厚呢 这个问题嘛 有点复杂 让我好好想一想 有了 妞妞 过来 拨一个 一定要用力哦 不然就不算感情深厚 哎呦哎呦 你们别拽我呀 我们演的正投入呢 早期三毛 回味无穷 有人卖橄榄 买个尝尝吧 呗呗 什么橄榄呀 那么苦 难吃死了 还浪费了我的钱 把它扔到下水道里算了 咦 现在 怎么觉得刚才吃的那口橄榄 变甜了 越嚼越好吃 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刚才扔掉的橄榄 捞上来 我来个倒挂金钩 怎么样 早期三毛 脑羞成怒 儿童健康比赛冠军 哈哈 你这副模样就能当冠军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比我差远了呢 瞧瞧 我这才叫鸡肉 嘿嘿 回家照镜子 再仔细欣赏欣赏 穿着衣服 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把衣服脱了算了 怎么回事呀 脱了衣服一看 身上简直除了皮 就是骨头 我怎么越看自己 越像排骨呀 天哪 简直连排骨都不如呢 讨厌的镜子 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砸碎你 砸碎你 早期三毛 物尽其用 我有新雨衣了 好开心啊 穿上试试 嘿嘿 不大不小 正合适 穿给小伙伴们看 他们肯定会羡慕死的 可是 怎么老是不下雨呀 我的漂亮雨衣 何时才能派上用场呢 急死我了 老天不下雨 我就来个人工降雨 瞧我多帅啊 你们都比不过我吧 早期三毛 体重 这个体重秤 真有意思 我也要称称体重 指针动了耶 是多少 三百 怎么可能 我哪有这么重 估计是 这些衣服太重了 我把衣服 全脱了看看 哎呀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的体重是 零 早期三毛 爱国未遂 国难严重 凡我同胞 一心一德 匡就十难 不好 画上的老虎 要把我们国家吞了 伙伴们 快过来呀 大家都 抄起家伙来 把这只老虎 打个稀巴烂 我们要 一心一德 保卫祖国 看 就是这只老虎 要吞掉我们国家 我们把它撕碎 看它还敢不敢张狂 哎呀 警察叔叔 我们不是捣乱分子 我们要保卫国家 干嘛把我们关起来 还用冷水浇我们 我们爱国 还有罪呀 早期三毛 庆祝双十 今天是十月十日 双十节 外面可真热闹呀 到处张灯结彩 嘿嘿 还有个很大的双十形状的架子 上面摔着旗子 真够气派的 我们小孩子 也要庆祝一下哦 可是 从哪找双十架子呢 对啦 有办法啦 墓地里 有很多十字架呀 伙伴们 大家拿上铁锹 都跟我来 我们也可以 热热闹闹的 过一个双十节了 庆祝庆祝 双十快乐 哇 警察叔叔 你别抓我们 我们是在过节呀 早期三毛 妙计 王先生 又在请这个漂亮姐姐 吃东西了 好诱人的苹果呀 哎哟 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得想个办法 把它们支走 苹果就属于我了 王先生 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那边王师母来了 哈哈 上当了吧 嗯 真好吃啊 再吃一个 嘿嘿 我要把这些苹果 全部吃光 早期三毛 全部三毛 上前线 敌人来进犯 我们全部三毛 骑上阵 两个三毛 扛大骑 还有两个 吹号打鼓 撞声势 对尾三毛 哼吃哼吃 拖大炮 其余三毛 扛着步枪 往前赶 三毛们 熊啾啾 气昂昂 迈开大步 上前线 咱们三毛军团 真神器 定把敌人 统统消灭掉 战乱中的三毛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8年 三毛在武汉的 抗战漫画杂志上 露面了 这时的三毛 竟也扛起大刀 要去战场杀敌呢 张乐平爷爷 带着漫画宣传队 战斗在中国 各省各地 几乎走遍了 大半个中国 漫画队的宣传话 鼓舞了群众 打击了敌人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战乱中的三毛 三毛的大刀 三毛想去当兵 打鬼子 征兵的人 看了看他说 你不行 年纪太小了 三毛不服气了 年纪小怎么了 只要有力气就行 他拿起大刀 对着大树干就砍 刷的一声 两棵大树 硬生倒地 三毛嘴里 还念叨着 我不信 动养鬼子的井子 比树干还硬 战乱中的三毛 从敌人刺枪下 逃出的三毛 三毛曾经有个 很幸福的家庭 爸爸妈妈 都很疼爱他 每天 三毛都在 爸爸妈妈的 陪同下去上学 放了学 就到田野里牧牛 直到有一天 鬼子进村来了 他们烧杀 抢掠 无恶不作 爸爸妈妈 被鬼子打死了 三毛 从此成了孤儿 三毛 只得跟着叔父 逃往后方 不久 叔父便投军去了 临行前 他依依不舍地 对三毛说 叔父 不能照顾你了 你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三毛一个人 继续往前走 肚子饿了 他便到前面的小村庄 去讨点吃的 但是村里的人 不理睬他 三毛饿着肚子 继续走 在村口 遇见了一群小学生 他把自己的悲惨经历 告诉了大家 他们听后 挥动了小拳头说 一定要把鬼子 统统赶出去 他们马上 成立了一个宣传队 并推举三毛当队长 村里的壮年人 听了宣传 群情激愤 纷纷报名参军 后来 三毛也参军 去打鬼子了 如果你想知道 三毛打鬼子的故事 那就再去听一下 三毛从军记吧 战后的三毛 抗战胜礼后 张乐平爷爷 回到了上海 满心希望 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上海 但是 眼前的情景 让他失望了 有钱人整日花天酒地 大吃大喝 而穷人 没饭吃 没衣穿 更没有房子住 许多小孩子 流落街头 成了流浪儿 当时的政府 对这样的状况 也没有办法 甚至不管不问 这是什么世道呀 张爷爷愤怒了 他重新 画起了三毛漫画 1946年4月 三毛离开八年后 又出现在 上海的报刊上了 张乐平爷爷 接连发表了 多幅三毛漫画 以三毛这个 小孩子的眼光 来打量 这个充满不公的社会 也借助三毛 这个小人物形象 来讽刺社会 这时的三毛 已经超越了 仅仅 逗趣的层次 具有了更加深刻的 社会意义 战后的三毛 弄巧成拙 三毛看到橱窗里 一件漂亮的外套 爸爸给我买一件吧 三毛要求道 要三万元呀 我没钱 爸爸不同意 三毛哭着闹着 不肯走 要爸爸给他买衣服 爸爸生气了 不由分说 就把三毛拖走了 他们看见墙上 贴了一个告示 黄金高涨不息 爸爸见了此告示 立刻眉开眼笑 哈哈 有办法了 他把三毛 拉到了当铺旁边 把三毛的衣服脱了 只剩了个小裤衩 爸爸把自己的长衫 也脱下来 连同三毛的衣服 一起拿到当铺里当了 换了四万元钱 三毛和爸爸 拿着这四万元钱 买了一个金戒指 当晚 他们正在报纸上 又发现了一个特大喜讯 黄金暴涨 哈哈 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他们梦见自己 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好风光呀 早上起床 爸爸取出当票 我们那么有钱了 还留着他干嘛 烧掉算了 爸爸又把金戒指 换成七万元钱 爸爸捧着厚厚一叠钱 乐呵呵地想 这下三毛 要买的衣服 是不成问题了 我们的生活 也能好好改善改善了 三毛的心里 更是乐开了花 不料 原先那件衣服 长成了八万元 父子俩傻眼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穿破衣烂衫了 战后的三毛 八不管 三毛心想 我只管自己走路就行了 其他啥事都不用管 他看到两只狗在打架 反正不是打我 不管 他看见有人掉下水在呼救 管我什么事 不管 两只羊在斗架 不管 坏蛋在抢钱 还是不管 大楼失火了 有人喊 救命 三毛 更没听见似的 两人在打架 三毛从他俩中间穿过去 你打你的架 我走我的路 旁边的房子快要倒塌了 三毛目不斜视 有人在表演走钢丝 钢丝挡住了三毛的去路 三毛想 我才不管呢 挡了我的路 我就要剪掉它 战后的三毛 竞选中的小戏剧 三毛指着墙上贴的照片 问伯伯 这些是什么人呀 伯伯说 这都是参加竞选的 谁要能当上参议员 就能呼风唤雨了 三毛一想 这可是个好差事 他把小伙伴们招来 给他们美人发了喇叭 木鱼等 又拿饼干给他们吃 要他们为自己 做竞选宣传 三毛的竞选一仗队 敲锣打鼓 声势浩大 三毛挺着胸 昂着头 别提有多神气了 再看看 他背的木板上写的简历 学历 幼稚园 毕业 经历 爹爹的儿子 妈妈的三毛 理发店的学徒 大发里十三号阁楼上 小三房客 战后的三毛 渴望而不可及 三毛看到墙上 贴了张标语 实现民主 解放自由 于是 他把拴起来的小羊放了 指着标语说 看 我帮助你 实现民主 解放自由了 他一不做 二不休 又把笼子里的鸡 和鸟笼里的小鸟 都放走了 三毛 把鱼缸里的金鱼 倒进了小河 鱼儿 这下你可以 自由自在地游泳了 他把猪放了出来 让他悠闲地 在院子里散散步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呀 三毛觉得自己立了大功 爸爸回来了 看见动物们在院子里乱跑 鸟儿也不见了 觉得很奇怪 爸爸立即去问三毛 这是怎么回事 动物怎么都跑出来了 是你放的吗 三毛向爸爸要功 爸爸你看 我照这个标语上说得做了 你该怎么奖励我呀 爸爸气得差点没跳起来 你这个调皮的小子 我把你拴起来 看你还捣乱不捣乱 三毛委屈极了 张乐平爷爷 创作的三毛从军记 和三毛流浪记 小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 下面要介绍的是 张爷爷在1946年 创作的一部连环漫画 三毛外传 三毛外传的风格 接近于早期三毛 主角三毛 又成了城市里 顽皮淘气的小男孩 漫画里一个个有趣 和可爱的生活情景 富有情趣 又充满了幽默感 有的故事 还含有尖锐的讽刺 在三毛外传中 小三毛的外形 已经基本定型 笔法也更加成熟 三毛有着一双 圆而大的眼睛 阔嘴巴 脑袋大 身子小 头脑灵活 能随机应变 他的喜怒哀乐 和善变的表情 在张爷爷的笔下 表现得栩栩如生 三毛外传 埋没英雄 我要当跳高英雄 多高的杆 我都能跳过去 我拿起长长的撑杆 磨起拳来 又擦掌 呵呵 这下就看我的了 嘿哈 我用尽力气往上跳 哇 翻过去了 好高呀 我的头直冲着沙空 往下栽 啊我 三毛外传 不必费心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 真要命 德国牙波士 最擅长拔牙 就找他吧 刚来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有人惨叫 哎呦 痛 原来 这人正在拔牙齿 天呐 太可怕了 赶紧逃吧 我头晕目眩 腿发软 哎呀 摔了一跤 磕掉了一颗牙 嘿 这下可好了医生 不用您费心了 三毛外传 如此泰山 人员泰山 真英雄 赤手空拳 拔虎杀 我也要当泰山 这里没有老虎 先拿小花猫 连连手 也不错呀 猫咪 我来耶 见招 哦 小花猫没逮着 脑袋上 却撞了个大大的包 这算什么泰山呀 三毛外传 意外收获 母鸡下了三个蛋 好诱人的鸡蛋呀 我要拿两个回去煮了吃 太好了 母鸡走了 我可以偷鸡蛋了 把鸡蛋塞进裤子口袋里得了 咦 我口袋里的一个鸡蛋怎么会动呀 哎呀 一只小鸡被浮出来了 我拿了鸡蛋 又得小鸡 真是意外收获 三毛外传 周游世界 伙伴们 你们想周游世界吗 那就跟我来吧 我能让你们梦想成真 莱兰 你骑上木马 莉莉 你坐上人力车 宝宝负责切马 奈奈 负责推车 你们绕着大地球仪转一圈 怎么样 这样周游世界 又省时 又省钱 多好呀 三毛外传 指鹿为马 宝宝 莉莉 我带你们去参观我的动物园 我的动物园里有 大象 凤凰 老虎 可有趣了 看 这大象 长长的鼻子多神气 这凤凰 五颜六色的长尾巴 多漂亮 这老虎 长大了嘴巴 多威风啊 怎么样 看得过不过瘾 三毛外传 腹内 机关 看看 我今天 是不是特别神气啊 我安着头 挺着胸 大步大步 往前走 哎 哎呦 这个破石块 怎么放在路中间呀 肚子里热水袋的水 漏光了 哎 我的秘密 全漏馅了 浑身上下 也湿透了 真是够倒霉的 三毛外传 过河 拆桥 来来 小沟对面 有两个苹果 我们搭块木板 过去摘苹果吃吧 哈哈 木板搭好了 我先过去啦 我一个人 要把两个苹果 全吃掉 不让你吃 把木板拆了 你就过不来了 嘿嘿 苹果真好吃 可是 我怎么回去呢 哎 兰兰 你别走 帮帮我好不好 求求你了 三毛外传 哭哭笑笑 哈哈 兰兰摔跤了 跌了个狗啃尼 还哭鼻子呢 瞧他那傻样 真好笑 哎呦 痛啊 这柱子待在哪不好 为什么非得挡我的路 我没招你惹你 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哎呦 我的头撞得痛死了 哼哼哼哼 来了 你笑我 有什么好笑的 哼哼 好痛 三毛外传 旁观遭殃 咦 这两个小子在吵架 他们在吵什么呀 我得去看个究竟 吵着吵着还打起来了 嘿嘿 有好戏看啦 哇 好功夫 再来一拳 打成个熊猫眼 才有意思呢 啊 糟了 我掉河里了 救命呀 都怪你们 干嘛老师往我这儿打 害得我一直退 退到河里去了 三毛外传 千丝半凳 今天我生日 吃长寿面咯 整面可真长 我站在凳子上吃算了 不行 用筷子把面往上提 就是提不到头 可能 是我胳膊短吧 那我就站桌上吃吧 可是 还是不能把一整条的面提上来 那我再架个凳子 我就不信 提不起来 啊 不好 哎呦 怎么吃碗面 要那么辛苦呀 三毛外传 多出一个 这核桃 可真是硬啊 我要用我的小锤子 把你砸开 又嘿 又嘿 砸 哎呦 我的头啊 妈妈呀 疼死我了 核桃没砸开 反而弹起来 把我的头 撞出一个大包 这下一个核桃 变成两个核桃了 地上一个 头上一个 三毛外传 弄巧 成拙 这里有一盒饼干 好诱人偶 天哪 怎么冒出这么多老鼠 可恶的老鼠 把我的宝贝饼干 全都吃了 你们还想逃 看我用老鼠架 把你们统统抓住 呵呵 这下有好戏看啦 嗯 这是怎么回事 老鼠没抓着 倒是活捉了小花猫 真是弄巧成拙呀 三毛外传 人假虎威 老鼠害怕小花猫 花猫害怕大狼狗 那么 狼狗又害怕什么呢 对了 狼狗一定害怕大老虎 那我就扮成大老虎 吓唬吓唬它吧 拿出我的笔墨纸页 我要一盏绘画天赋 哈哈 这只纸老虎 跟真的一模一样 哇哇哦 老虎来了 看你逃不逃 三毛外传 两大之间 一条道这么窄 两胖子并排站 路易党没法走 喂 你们俩说话 也得看看地方啊 我从中间穿过去得了 哎呀 你们打招呼就打招呼好了 还要拥抱干嘛 我被挤的气都传不过来了 哦我的天哪 你们的见面礼总算结束了 可我 三毛外传 岂有此理 喝了一服状 身体就会状 今天我就喝上一勺 看看能长成啥样 把衣服脱了 照照镜子 看看有没有变状 咦 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什么衣服状 简直就是大骗子 哼 把你摔掉 呀 老鼠喝了打碎的衣服状 怎么变得比我还大 太恐怖了 三毛外传 大师所望 既然爸爸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 那么书架上有那么多书 我可以找到好多好多黄金啦 实在是太好了 咦 奇怪了 哪里有什么黄金呀 连非同烂铁都没有 哼 可恶 爸爸竟然骗我 害得我把书弄了一地 到头来 竹篮打水 一场空 三毛外传 大惊小怪 太无聊了 我站在街边 找了个硬井盖 往下看 下水道里面 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到 站着发呆 消磨消磨时间也好 我站着 一动也不动 目不转睛地 看着下水道 等回过时 哎呀 怎么我身后一下子 站了这么多人 真奇怪 你们干嘛 要跟我发呆呀 三毛外传 原来如此 圣诞老爷爷 你背着那么一大袋礼物 就送给我一个吧 就一个还不行吗 哼 真是小气鬼 你不给我 我就自己拿 我要用小刀 把你的袋子割开 天呐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饿死鬼 冻死鬼 战死鬼 哇 别过来呀 救命啊 三毛外传 晶晶较量 我得把这个米袋 吊上去 嘿嘿 看我的 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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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米袋 还不轻呢 哈哈 拉上去一点了 再拉高一点 看能不能 拉到最高点 就快到最高点了 再使一把劲 啊不好 米袋没拉上去 我自己吊上去 下不来了 三毛外传 乌烟瘴气 叔叔 你是不是觉得 你抽烟的姿势很帅呢 但请你讲点功德 好不好 你的烟 熏得我没法看书了 拜托 你能不能 不要放毒气了 我都快变成薰额了 怎么 你把我当成透明人 看来 非得拿出我的绝招不可了 请看 我的防毒面具来也 三毛外传 两败俱伤 阿大 你别以为在墙上 写我的坏话 我就不知道 这次 被我逮到了吧 哼哼 看我怎么报复你 把布子画了 我三毛最好 你阿大 才不是个好东西呢 哎哟 我还没写好呢 怎么就和阿大的脑袋 做了亲密接触 好痛啊 我哭着看着墙上的 不准招贴 怎么刚才 没看见啊 三毛外传 委屈求钱 兰兰给伯伯 鞠了一个弓 就拿到了一个红包 伯伯 我给你磕头 你也给我一点钱 好不好 我比妞妞磕得好 你看 我把屁股都撅上了天 头磕到了地 还磕得咚咚响呢 啊糟了 裤子崩破了 哼 不给人家钱 还笑话人家 真可恶 三毛外传 空袭一场 大鱼大鱼 你快上钩 钩住了你 我三毛就可以 饱餐一顿了 咦 有动静了 好重啊 哇 好大一条鱼 嗯 怎么回事 大鱼嘴里 咸了一条小鱼 小鱼嘴里 还咸了一条小毛鱼 嗯 只钓上了一条小毛鱼 塞我牙齿缝都不够 真是倒霉啊 三毛外传 闲人免禁 哎 叔叔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嗯 书房禁地 闲人免禁 不让我进去 我自有办法 这墙壁 就是我的书架 我用墨水 在墙上 画好多好多书 比你书房里的 还要多 对了 我也要写个 书房禁地 闲人免禁 叔叔 看到了没有 你也不许进我这 三毛外传 彼此彼此 嘿嘿 小赖子 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 你脸上那么多雀斑 看看像不像这个马蜂窝 哈哈 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啊 马蜂大爷 别遮我 别遮我 我不是笑话您的 我向您认错 求您别遮我了 痛死了呀 哦 我的脸 三毛外传 看书妙法 伯伯给了我一本书 哇 好大的书啊 这书果然有分量 我抱得腰酸背痛 总算把它放到了茶几上 可是 我连封面都翻不动 这可怎么办呢 对了 让我做个简易 升降器吧 用夹子把封面夹住 再用绳子和滑轮 把封面吊起来 看我这读书方法 绝不绝 三毛外传 移花接木 我的小花苗 你快快长大吧 我天天给你浇水 你快点开出花来 让我看看吧 嘿 总算功夫没有白费 我的小花苗 听话得很 开出了一朵 又大又好看的菊花来 咦 我的菊花呢 怎么变成了蝴蝶结 那么眼熟的蝴蝶结 这不是莉莉的吗 哎呀 气死我也 三毛外传 玻璃帽子 南南戴了顶心帽子 逢人就夸她的帽子好看 看她那副神奇的模样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要弄顶帽子戴戴 嘿嘿 这个鱼缸就蛮好的 样式新颖 材质独特 比南南 那顶帽子好多了 哈哈 南南 你看 我这可是新到的美国玻璃帽 怎么样 让你好好开开眼界 三毛外传 到此一游 咦 大师画展 好像有点意思 我进去看看吧 天哪 这两幅是什么画呀 这么暴露的画 都能公开展览 这可怎么得了 儿童不义 儿童不义 我把眼遮住 嘿嘿 这幅风景画 倒是挺好的 不过 好像还缺了点什么 让我给它修饰修饰 三毛到此一游 三毛外传 玉磅相争 咦 地上有一张纸壁 我先看到的就应该归我 莉莉 你别和我争 是我的是我的 啊糟了 纸壁破了 这样也好 我们一人一半 不用抢来抢去了 爷爷 我买个烧饼 哎 纸壁破了 不能用啊 莉莉的也不能用了 哼 莉莉 都怪你 干嘛和我抢呀 三毛外传 愚人得利 算了 既然这钱不能用 我们把它扔了吧 嘿嘿 有人把钱捡起来了 他还以为 这钱能用呢 真傻呀 咦 他把两个半张的钞票 拼起来了 竟然用拼起来的钱 买到了一个烧饼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们俩争来争去 到头来 比这小子捡了便宜 张乐平爷爷 在三毛流浪记中 所表现的三毛 一直盼望的解放的日子 终于来到了 张爷爷 满腔热情地 使三毛 进入了新的生活 新三毛 开始活跃起来 1951年 张乐平爷爷 创作了 三毛的控诉 把时间 拉回到了过去 三毛在解放前夕的上海 看到美国兵的 横行霸道 粗暴无理的表现 和当时国民党政府 对美国兵行为的 无可奈何 这部作品 根据一些真实事件 借助三毛这个见证人 揭露了美国兵 在上海犯下的 一系列罪行 三毛的控诉 残害 儿童 1946年7月9日 在上海西桥青年会门口 12岁的苏州女孩 王珍宝 正在向一个美国兵 兜售鲜花 这个美国兵 满脸凶向 把抽了一半的烟头 塞到她的衣服里 女孩被烫得 哇哇大叫 我赶紧把她的衣服掀开 只见背上 烫出了倒倒伤疤 美国兵 却在一旁 哈哈大笑 三毛的控诉 谁是强盗 1947年8月27日 在上海陕西南路 复兴中路口 我向上海人 王继昌 打听时间 他从衣服里 拿出怀表 没想到 表刚拿出来 就被经过的 美国兵 抢走了 王继昌 赶忙去追 这时 过来一个美国宪兵 和一个警察 他们带着电棍 和手枪 竟然把被抢的 王继昌 抓走了 三毛的控诉 酗酒逞凶 1946年10月23日 我来到上海 环龙路 精神富路 Maxims酒吧门口 心想 这些有钱人 喝着美酒 多幸福 可我连水 都没得喝 一个醉醺醺的 美国兵 从酒吧里 跌跌撞撞地 走出来 乱起酒瓶 就往我头上摔 好痛啊 血立刻流出来了 这可真是 非来狠祸 三毛的控诉 是谁抢人 1946年 9月16日 竹阿七在延安中路 松山路口 收救货 一个美国兵 把一双皮鞋 拿来卖 拿了钱以后 就走了 这时 一个美国宪兵 走路过来 不分青红皂白 就打了我一棍子 还把摊子 打翻了 皮鞋也拿走了 还给了刚才卖鞋的 美国兵 这真是 贼喊捉贼呀 三毛翻身记 1951年 抗美援朝开始了 张乐平爷爷 在1951年 创作了 三毛翻身记 三毛在 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控诉大会上发言 讲述了自己 从抗日战争开始 到获得解放的故事 故事中 三毛经历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吃了许多苦 从被日本鬼子 弄得家破人亡 和外婆相遇为命 到被有钱有势的人欺负 最后终于熬出了头 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日子 三毛的经历 也正反映了在战争时期 千千万万个 穷苦孩子的 共同遭遇 三毛翻身记 控诉大会 三毛参加反对美国 武装日本控诉大会 会上 人们一个接一个发言 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 听了别人的控诉 三毛想到了自己的惨痛家事 越想越激动 最后 实在忍不住 伤心地放声大哭 然后他跳上了讲台 挥动了小拳头说 我也要控诉 三毛翻身记 永继此日 一天 我正给爷爷点烟 突然爸爸 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大叫 鬼子来了 快逃啊 爷爷腿脚不灵便 颤巍巍地说 我一把老骨头 跑不动了 你们先走吧 妈妈和爸爸 只得留下爷爷 背着我逃走 我在爸爸背上 不停地喊爷爷 爷爷爷爷 后来 我们躲到村外 一座阴森森的空墓里 三毛翻身记 惨遭截杀 墓地里又湿又冷 很吓人 等到鬼子走后 我们就回到村子里 还没进村 就听到 呼天抢地的痛哭声 才走几步 我们就傻眼了 街上 到处是烧焦的尸体 家里空荡荡的 东西被鬼子抢光了 妈妈哭着喊 这以后的日子 还怎么过啊 三毛翻身记 祖父被杀 爷爷呢 赶快找爷爷 地上有一滴滴血迹 我和爸爸 就沿着血迹找过去 终于找到了爷爷 可是爷爷浑身都是血 眼睛紧紧地闭着 任我怎么喊 他都不醒 爷爷 爷爷 爸爸伤心地说 别喊了 爷爷再也醒不来了 说完 就失声痛哭起来 三毛翻身记 发现敌人 我垂头丧气地 来到后院 发现牛棚里的牛不见了 鸡窝也是空空的 都是鬼子干的好事 突然 我听到一声 妇女的尖叫声 我往窗户里一看 原来鬼子正在做坏事 千万不能让这鬼子得逞 我立刻跑去告诉爸爸 爸爸拿起铁膏奔过去 我也拿起木棍 跟在后面 三毛翻身记 同心协力 鬼子的枪就靠在墙边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把枪抱在怀里拿走了 爸爸举起铁膏 冲向鬼子 鬼子吓得扑通一声 跪下来求饶 哼 求饶就放了你 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血债又用血来还 乡亲们 纷纷赶来 愤怒地举起武器 打死了敌人 三毛翻身记 投奔外婆 我要参加游击队 为爷爷他们报仇 可是大叔说 我太小了 为什么小孩子就不能打仗 太不公平了 我要是能快长大就好了 妈妈从废墟里 找出了外婆 寄来的一封信 邻居老大爷 告诉我们信上的地址 我们就按照地址 去上海找外婆了 三毛翻身记 母亲丧命 刚到上海 鬼子就拦住我们 要买路钱 我想 哼 我们哪有钱啊 都被你们这些坏蛋 抢光了 鬼子诬陷我们 私自藏米 要搜身 妈妈不答应 鬼子举起刺枪 就朝妈妈刺过去 妈妈惨叫了一声 倒在了血泊里 我扑到了妈妈的身上 大声叫 妈妈妈妈 你不能死 妈妈 却永远也听不见了 三毛翻身记 祖孙聚会 我坐在门口等外婆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 睁开眼一看 外婆站在我面前 慈祥地看着我 我哇的一声哭了 外婆 我是三毛 外婆疼爱地搂着我 我把家里的遭遇 告诉外婆 说完后 我们抱头痛哭 从此 我和外婆 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三毛翻身记 缝纫为生 外婆靠在街头 给人缝补衣服过活 她总是戴着老花镜 眯着眼睛 一针一线 仔细又耐心地缝缝补补 一天到晚 忙个不停 天黑了 我的肚子 饿得咕咕叫 外婆 买了个烧饼 给我吃 她自己 却舍不得买 吃着烧饼 看着外婆 我顿时感到 一股暖流 涌进了心头 三毛翻身记 筑节行列 鬼子投降了 人们都在欢呼庆祝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好容易才挤进人群 批命地鼓掌 鬼子走了 我们的苦日子 就快结束了 我还在心冲冲地 编织着美好的未来 突然 一个纠察队员 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好痛啊 接着一辆辆 装着美国兵 和国民党士兵的汽车 驶过来了 三毛翻身记 改换行业 一天 我和外婆 收摊回家 见有人要出让豆浆摊 外婆就决定买下来 从此 外婆就不缝衣服了 改做豆浆 外婆还买了很多黄豆 她磨豆浆时 我就在旁边帮忙 磨豆浆还真有趣 眼看着一粒粒黄豆 进了模子里 出来就变成豆浆了 真神奇啊 三毛翻身记 生计受亲 可是 没过多久 我们旁边 开了一个小吃铺 专卖外国罐头鲜奶 每杯只要三百元 旧饼 而我们的豆浆 每碗要五百元 大伙当然 都到那边吃了 我们的生意 一天不如一天 我真是不服气 为什么 不但外国人 欺负我们中国人 连外国货 都要击垮我们中国货啊 三毛翻身记 卖花挣钱 这豆浆摊 是没法开了 外婆和我决定 卖白兰花挣钱 第二天 我和外婆 到花店 批发鲜花 去街上卖 我拎着花篮 好家伙 花篮可真沉啊 不过 里面的鲜花 可真好看 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这天的运气不赖 一会儿 就来了个漂亮阿姨 买了一枝花 三毛翻身记 拿了就走 不久 一个美国兵 搂着一个 时髦女郎 走过来 随手 从我的花篮里 拿了一朵花 插在女郎的头上 然后 大摇大摆地走了 怎么就这么走了 她以为花是她家的 喂先生 你还没给钱呢 我在她身后大喊 她连头都没回一下 太不像话了 是可杀 不可如 三毛翻身记 恼羞成怒 我追上前去 向美国兵要钱 她人高马大 一巴掌 就把我打倒在地 外婆 和她讲理 也被打了一拳 一头 摔在马路上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 急驶过来 我吓得大叫 外婆 小心 可是 三毛翻身记 草 奸 人 命 汽车 从外婆身上 压了过去 外婆她 开车的美国兵 正眼都没瞧一下 载着刚才的 一男一女 一溜烟地 把车开走了 旁边的警察 无可奈何地说 我也不敢管啊 我绝望了 爷爷 妈妈 外婆 都死了 爸爸 下落不明 我现在 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我该怎么办啊 三毛翻身记 住屋备战 我回到家 得知外婆的房子 已被二房东 卖给别人了 我气愤地 对买主说 你占了我的房子 那我以后住哪 那人大吼 这房子是我的 你马上给我滚带 说着 就把我的东西 往外扔 我恼了 怎么着 欺负我年纪小 我批命用脑袋 撞过去 把他撞翻在地 三毛翻身记 化妆逃窜 战争打响了 子弹 像流星一样 飞过来 我躲在一个 户人家的门口 吓得直打哆嗦 一个国民党士兵 发现了我 立刻扒下 我的上衣 穿在自己身上 拔腿就跑了 我觉得有点好笑 他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还能穿上 我的衣服 这个人为了逃命 真是什么办法 都想得出来 三毛翻身记 来了救星 我低头看见 那人扔下的步枪 心想 我把这枪戴着 看你还敢不敢 不还我衣服 一个解放军叔叔 跑来问我 小弟弟 这是谁的枪 我把经过 告诉了他 他说 你待在这儿别动 我去抓住他 我立刻 破涕微笑 真是 遇到大救星了呀 三毛翻身记 原物归还 我冷得直哆嗦 便把刚才 那个士兵脱下来的衣服 裹在身上 没过多久 那个士兵 就被解放军叔叔 押回来了 他哭丧着脸 把衣服还给了我 谢谢解放军叔叔 我高兴地喊 叔叔笑笑说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开心极了 我们穷苦人 总算要翻身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